男人的行为与赌徒契合 触发百万分之一 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 成功转职成为隐藏职业赌徒 不仅救下身为武徒的基友 还成功收护奶妈职业的教官妹妹 男人名叫江凯 正在这颗名为鬼星的星球上 接受新手试炼 鬼星在500年前 忽然出现在蓝星外的巨大星球 好在鬼星的凭空出现 并没有让蓝星偏离鬼抱 但在同一时间 蓝星上的动植物相继在鬼星出现后 忽然一变成为兽神的怪物 在世界各地大肆破坏 而这些兽神是目前人类科技所不能抵抗的 他们的出现瞬间将人类逼至绝境 经历无数岁月 苟延残喘的人类发现地球上 出现许多神奇的传送门 人类只需通过传送门 就能以数据形态传送到鬼星 当人们踏足鬼星后发现 这里简直是一个超级真实的数字世界 在这个星球上 人们可以转职成各种职业 只要成功转职就拥有了数值 技能 装备 就像游戏中的角色一样升级 并获得强大属性 甚至只要在鬼星上升级到一定程度后 就可以把这股庞大的力量带回蓝星使用 现实世界的人们变得跟鬼星上一样强大 得以以肉身对抗兽神 所以 现阶段的人类 想要在绝境中存活 就必须从鬼星上获得力量 源源不断前往鬼星的人们 也被统称为探险者 只要携带转职材料来到鬼星上使用 在鬼星上存活五分钟完成新手试炼 就能自动完成转职 江凯同样如此 试炼刚一开始就被逼入绝境 前是万丈深渊 后是穷追猛打的人脸兽 这就是鬼星 正常人想要在试炼中存活一分钟以上都很困难 现在已经无路可逃 这里的幸存者就只剩下江凯 他满脸不干 为了来到鬼星 被说是倾家荡产 难道就是进来找死的吗 想起大哥和妹妹亲戚所有 都要支持他来到鬼星 妹妹为了他来鬼星的费用 年纪轻轻就受尽苦楚 而大哥患病还努力工作帮他 要是在两个月内没有足够的手术费便会死 可现在不但没能完成转职 还浪费家人的积蓄坐着等死 突然身后传来一道结结的怪笑声 人脸兽向着江凯猛地挥出手中武器 在破空而来的过程中 他能感受到前方的空间瞬间变得冰冷 不行 与其坐影待毙 不如为了家人赌上一把 江凯纵身一跃 果断跳下悬崖 他要去赌那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 就在此时 低的一声 一道毫无感情的机械音响起 你相信命运吗 你是相信命运 会随着你的不同选择走向不同的结局 还是相信 你无论做出什么选择 都将走向同一个命运的终点 突然一个电子面板出现在江凯眼前 由于您的行为与赌徒十分契合 恭喜您触发百万分之一 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 谢您成功完成转职 祝贺您成为光荣的隐藏职业 赌徒 不知过了多久 伴随着急促的咳嗽声 江凯缓醒白 他艰难地爬起身来 究竟是什么情况 坠崖后不但没有受伤 而且先前受的伤还全部复原 没等他继续诧异 眼前一道亮光乍现 与鬼星一同存在的AI智脑 出现在江凯身前 同时给予江凯解释 丁丁及时转职成功 刷新了基础属性 相当于满血复活 恭喜您转职成功 接下来有理能介绍赌徒的职业天赋 天赋加倍 您得到的系统奖励或惩罚 都将触发双倍效果 并有1%几率触发超级加倍效果 超级加倍触发时 奖励和惩罚翻至10倍 天赋加倍触发 因您在获得加倍天赋的同时触发加倍天赋 因此职业天赋数量半倍 您还将额外获得赌徒的第二天赋 江凯全身抑制不住颤抖 别人转之后只有一个天赋 而自己现在就可以拥有两个 这是您的第二天赋效果和当前属性 天赋超级暴击 您的暴击伤害修改为200倍 您的初始暴击几率设定为0.1% 一级探险者江凯 职业赌徒 力量4 体质8 敏捷12 精神力12 天赋加倍 超级暴击 看到四项属性 因为加倍天赋能把转之后 奖励的属性点也都翻倍 江凯愈加兴奋 正常来说转之后属性点数都在20点 而自己的属性加起来总共有36点 在补清上升级 正常人升一级是10点属性 而江凯翻倍加20点 相当于自己升一级等于别人升两级 而且还有第二天赋的超级暴击 常人的暴击只有两倍伤害主 而他可是有足足200妹 虽然现在只有可怜的千分之一待遇 但只要以后提升暴击率 那这个输出将会非常恐怖 江凯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之前只想着紧快转职 来鬼性为大哥赚到做手术的钱 因为在这里 就算是最垃圾的职业 也要比在蓝星上赚的更多 但没想到竟然意外触发 额外的转职判定 成为隐藏的强力职业赌徒 接下来或许可以很快为大哥赚到救命前 然后让家人都过上好手 他看向新手任务面板 在新手试炼里完成转职 还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要做的才是新手试炼的最大目标 在七天内抵达试炼区的终底 圣耀城 男人刚觉醒隐藏职业赌徒 并获得神级天赋加倍 可天赋超级暴击 别人升级奖励十点属性点 而他的加倍天赋 让他升一级比别人两级 而这一切都只是开始 顺利完成转之后 必须在七天时间内平安抵达圣耀城 想要成功抵达困难重重 首先试炼区遍地怪物 一旦被杀变视为试炼失败 然后传送回蓝星 虽然在鬼星上死亡 蓝星上本体不会受到伤害 而且还能再次登陆鬼星 但这种看似代价不大的死亡 只是对有钱人而言 每次登陆鬼星都需要大量钱币 有钱人可以无数次是错 但江凯只有一次机会 身为穷人的他 来一次都已经掏空家庭 突然他身体一阵停下脚步 前进方向的不远处 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而且这声音听起来还十分熟悉 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果然是他 江凯的多年好友袁柱 别看他牛高马大 此时下的不断挥舞拳头 由于害怕 挥拳的速度快到极致 江凯也咽了咽口水 没想到真的是柱子 包围他的是鹿行蛇 这些蛇含有距离 被咬上一口的话 连人脸兽都会顶不住 更别说现在一共有三条 即便如此 江凯还是大喝一声俯身 急速冲了过去 听到声响 圆柱回头望去 看到来人让他大吃一惊 江凯 你怎么在这里 别管我赶紧走 这些蛇的属性很高 而且带有剧毒 我们现在才一级是打不过的 江凯眼神坚定前很利 右手一挥率先发动攻击 手中长棍如同离弦之剑 急速射出 下雨 长棍狠狠刺中 扑向圆柱的陆行蛇 圆柱目瞪口来 恶魔般的陆行蛇 被江凯一击毙命 击杀陆行蛇后 江凯嘴角微微扬起 利用柱子吸引注意力 绕到蛇的后方发动攻击 果然有效果 可经过刚刚那一下 现在陆行蛇的仇恨值 全部转移到江凯身上 眼看陆行蛇转移目标 圆柱的心不由地提了起来 江凯 这些蛇的敏捷很高的 可江凯没有任何慌张 以各种极度不协调的姿势 不断躲避攻击 见此盈欲 圆柱更加震惊 居然这样都能躲过 江凯虽然第一次和陆行蛇交手 但他十分淡定 转之后的属性翻倍 一级敏捷堪比二级 这些一级的陆行蛇的敏捷 肯定不是自己的对手 他快速来到圆柱身后 柱子 你继续吸引注意力就好 我来搞定他们 随着几道寒芒闪过 剩余的两条陆行蛇接连倒地 圆柱再次呆愣在原地 自己就只是绕了一圈 眨眼间两条蛇都被江凯杀了 江凯掉出细体面来 自己明明是力量低的敏捷职业 竟然有秒杀一级怪的伤害 手里这把从人脸兽那里 捡来的钢刺 或许在新手试炼中 能起到重要作用 不然圆柱给江凯一个 大大的熊抱 从来都是新手 被怪物杀的份 哪里有新人杀怪的呀 江凯 你是怎么做到的 江凯连忙将他推开 感觉累赌都断了好几条 我只是运气好转之称 隐藏职业赌徒 你可别告诉其他人啊 圆柱如同傻大的咧嘴一笑 虽然不知道是啥玩意 但我的职业也不赖的 秘籍探险者援助 职业武徒 力量8 体质8 敏捷武 精神力武 没人知道鬼星存在多少种职业 但所有探险者进入鬼星的 第一件事就是转职 而转职称什么 正常是看自己在登陆鬼星时 所携带的转职材料决定 有钱人家都是花费几千万购买 强力转职材料 这样来到鬼星 就可以直接转职成强力职业 用目前所知道的有武徒 强大的盔甲士兵 还有暗处的贵手 而穷人家的只能购买 最便宜的转职材料 这些转职战力都极低 甚至转职成什么 都有可能变成随机 难怪援助在三条蛇的围攻下 还可以扛那么久 这可是圣耀国排名前五的职业 两人力所将蛇的尸体收了起来 据说这些尸体 也能卖出个好价钱 在鬼星 能达到的东西很多都可以换钱 江凯也是想依此 在鬼星赚钱来回馈家人 而鬼星上的尸体 装备之类的物品 会在掉落后变成卡片 以供探险者收取贩卖 经过刚刚一站来看 江凯的毒毒职业 似乎要比武徒都强上不少 就在这时 突然从树林里走出来一个人 两人下意识连连后退 那苏元元 我一个人很难通过实力 不知道能不能和你们组队 江凯直接开口拒绝 我们自身都难保 再带上你的话会更加困难 没等他说完 苏元元快步向前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的职业是医生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治疗 要是再碰上这种毒蛇 我也可以提取毒液 增加你们武器攻击力 文听此言 江凯陷入短暂思考 能乃能毒的医生 这也是十大高级职业之一 在新手试炼区 好像也很需要治疗 之前若不是靠转直回满血 可能直接就挂掉了 他轻叹医生 我叫江凯 他叫原住 一起组队去目的地里 与此同时 蓝星圣耀国江中城 18号鬼星登陆攻基地 数据研究室内 科研人员满一点的点头 现在的腕表真心不错 能精准定位探险者 在鬼星的位置 现在市面上 售卖的大部分腕表 除了可以用来探测 鬼星的各类数据外 越是高级的腕表功能 这不越丰富 新人试炼教官苏兰兰 苏元元的姐姐 李教授 目前新人怎样 还有我妹妹呢 李教授打开定位 从现有的数据看来 很多新人已经被淘汰 你妹妹苏元元 好像再和两个人组队 文听此言 苏兰兰顿时瞪大眼睛 我已经再三叮嘱过她 新人最为忌讳的就是组队 因为新手试炼区域 人数聚集越多 引来怪物的可能性就越大 鬼星在500年前 忽然出现在蓝星外的巨大星体 人类可以通过传送阵 传送至鬼星上获得力量 就算在鬼星上死亡 也只是相当于 在游戏里角色死去一样 并不会对蓝星上的本体造成伤害 但鬼星上那种 真实到极致的死亡体验 会给人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 苏兰兰满脸愤 明明已经再三叮嘱过自家妹妹 在新手试炼中不能组队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聚集的人越多 引来怪物的可能性就越高 马上准备好心理辅导员 我这就进去接暖暖出来 不然李教授开口阻止 先等等 暖暖他好像没死 而且靠近他们的那两只人脸兽 好像被他们击杀了 话音刚落 整个数据研究是奇奇惊呼 这怎么可能 三分钟前 两头人脸兽嗅到人类的气息 对三人展开疯狂攻击 几人自知不得 只有拼命逃窜的份 敏捷高的江凯还好 另外两人眼见就被追上 江凯猛地停下脚步 毅然决然让两人先走 文凭此言 傻大个同样停下脚步 没等他开口说话 江凯的怒喝声响起 赶紧走 我留下来就行 这样被追下去 我们三人都得死 现在只能我留下来看看 能不能击杀这两头怪物了 不次一声 手中钢字狠狠扎进人脸兽身体 江凯满心欢喜 刺重网 他来能行 只下一秒 一个巨大的手掌 快速朝着他的面门袭来 哼的一声 震碎耳膜的声音响起 强横的力量冲击 让他整个身体急速到飞出去 果然还是不行 原脸兽的高升命值 以目前的属性 完全做不到一击毙命 两头人脸兽 丝毫不给江凯喘气的机会 伴随着节节节的怪笑声 再次扑了过来 江凯满脸不干 要被杀了吗 我的新手试炼要结束了吗 旁边的两名队友并未走远 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恐惧 令他浑身止不住颤抖 南兴江中城居民区 原柱母亲热情 招待给原柱五股 转值材料的恩人 不知道您怎么看好柱子 别看他人高马大 其实胆子得小 要是在腿心上碰到怪物 说不定连战斗都不敢 神秘人点点头 您的孩子面对危险时 确实要比常人恐惧 但你可不知道 他有时候尽管在害怕 可只要看到有人需要帮助 他就绝不会怯战离开 而且所爆发出来的战斗力 还要高于常人 千军一发之际 原柱选择正面应当 管如坦克般的身体 尽时撞开两头人脸兽 看似庞大的身躯不断倒飞 原柱摆出拳架 江凯 你他们要因为我胆子小 就把我当外人保护了吗 你有没有把我当兄弟 是兄弟的话要走一起走 要死就一起死 下雨 双腿猛的用力 眨眼间原柱来到人脸兽身前 轰的一声 拳头正面打在人脸兽身上 江凯不由瞪大眼睛 柱子怎么突然爆发 这么强劲的攻击 虽然造成了伤害有限 但这是一级武图能拥有的力量吗 在他惊讶的同时 一阵舒适感涌入心头 转头望去 只见苏暖暖双手一摊 治疗术快速凝聚 你不是战斗职业回来做什么 苏暖暖目光坚定 我不懂 医生见到伤员 就算再害怕也不能走 当年 他的父亲就是在抵御寿潮中 因为没有医疗人员支援 从而苦战牺牲 现在我的队友也需要支援 我怎么能丢下你们桃子 红波的能量涌入江凯体内 他惊讶的发现 自己的伤势顷刻间附云了 他缓缓起身轻叹一声 看来你们还真的是不怕死 可现在就算三个人一起 堆起来的伤害也不足以杀死人脸兽 就在此时 他似乎想起什么 苏暖暖之前说过 碰上奴蛇 他可以使用技能提取奴业增加武器攻击力 想到这江凯连忙拿出陆形蛇卡片 满满 你之前说过可以提取蛇毒事 现在我要你一边助治疗 一边提取蛇毒到我的武器上 可以做到吗 闻听此言 苏暖暖大喝一声 尽管之前从未尝试过 但依然左手治疗右手提毒 如果江凯猜的没错 或许只有这个方法能赢了 如今的他扛不住人脸兽的伤害 但柱子可以 虽然攻击不足以击杀人脸兽 但苏暖暖既能加攻击还能治疗 苏暖暖是奶妈 柱子负责肉盾扛伤害 而江凯只要不断输出几个 这么看他们三人分明是游戏主 标准的盾奶输出的战斗组合 就在这时 刚次的脆毒效果完成 江凯毫不犹豫俯身冲了出去 柱子 帮我控制住一只人脸兽 新人实力弱又怎样 只要我们三人凝聚成一个团队 并各司其职 就算是号称新人杀手的人脸兽 我们也能与之一战 男人刚觉醒隐藏职业赌徒 就越紧击杀新手屠夫人脸兽 宠兵神 巨大的冲击波响彻整个森林 同时提示弹出 成功击杀二级人脸兽一只 目前经验只为5% 江凯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成功了 环队配合果然有效 现在就算再来一只 我们三人也能完美击败 剩余一只人脸兽目光愈加很厉 此死盯着三人不断发出 圣人的低音声 然而三人并没有停手 傻大的一马当先扑了过去 江凯紧随其后 苏暖暖后方不断给奶 数据实验室的人完全不敢相信 从万表团来的数据显示 他们确实是击杀了两头人脸兽 可一只人脸兽就能碾压一群新人 他们三人究竟是怎么做到 而且以目前苏暖暖的数据 是没有击杀能力 队伍里面五徒也才一级 伤害极其有限 所有一点都指向江凯 只剩下他有可能击杀人脸兽 可奇怪的是查不到他的职业 姓名江凯 性别男 年龄18 居住地江中城同户区 鬼心职业不明 有本事击杀两头人脸兽 还查不出是什么职业 这星人究竟是何方神兽 鬼心森林深处 被击杀的两头人脸兽 同样化成两张卡片 玩家江凯收集二几人脸兽 尸体两张 将所有事情处理完后 三人躺在地上大口喘气 成功了 我们真的成功了 援助阵臂欢呼 没想到凯德还能集中生智 真是太帅了 现在已经有对抗人脸兽的实力 应该可以安全抵达试炼终点了吧 江凯点点头 是啊 都可以直接去终点结束试炼 不过不急 现在距离限制的时间还很充裕 我现在还不打算直接前往 文婷此年 两人顿时呆了在原地 你们知道通过试炼后会计算积分 要是可以在积分榜上排名前三 上面可是会奖励装备的 而且上面奖励的装备还很不错 对我们新人在鬼心上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如今我们有了击杀怪物的实力 而杀怪可以兑换积分 积分多了 就有希望上榜前三 所以我们为何不先刷刷怪物赚点积分 然后把上面给的奖励拿下呢 几个小时候夜幕降临 原住拿着树枝在森林里到处敲的 未知的恐惧才是最令人害怕 原住浑身指不住颤抖 江凯 虽然我一点都不怕 但让我这么引鹿行蛇 等一下会不会我先隔屁了 江凯咧嘴一笑 你大胆一点行不行 你可是武徒 课点是能打能考 而且还有苏暖暖随时给我们治疗 就算你自己想死 都没那么容易 不然江凯眼里看着寒芒 他从树上猛的一跃加入战场 三条鹿行蛇警示眨眼间 就被江凯直接秒杀 击杀三条一级鹿行蛇 目前经验只为一百分之十 因为鬼星上的规制 是只有击杀者才能拿到猎物的经验 又因为目前只有他拥有击杀怪物的能力 所以一致决定让他先单吃惊面 好让他先升级增强实力 确保队伍的安全 三人不断击杀乐子不皮 地上躺着数不尽的鹿行蛇诗听 直到提示弹出 恭喜探险者江凯等级提升至二级 并触发加倍效果 升级后获得双倍属性点 看着属性面板 江凯不断喘着粗气 杀了一天的鹿行蛇 终于是将等级提升到二级了 两人快步来到江凯身前 恭喜升级了 快说说升级后属性都有哪些变化 眼看两人如此兴奋 江凯也只好实话实说 升级后加了二十点属性点 目前二级的总属性有五十六点了 还算凑合吧 文婷此言 两人顿时如遭雷击 你不是逗我们吧 为什么我的属性点才二十六点 我知道升级后会提升四项属性 但正常人升级就加十点 你他喵为什么能加二十 总属性只有十二点的宿男卵比较敏感 二级的总属性就五十六点 好像都能和四级媲美了吧 好恐怖的强度 眼看两人大受打击 江凯无奈多出解释 这只是职业特性而已 我的职业能把升级之类的奖励翻倍 但要是碰上惩罚也有可能加倍 两人虽然听得鱼里雾雾 但还是觉得很厉害 对比下来 排名前五的武徒职业都不香了 忽然一道蓝光不断汇聚 与鬼星一同存在的AI智脑再次出现 恭喜玩家升至二级 将获得一个职业技能 应触发武徒职业天速加倍 您将获得两个 哪怕是江凯自己也没想到 升二级得到的职业技能也能翻倍 您的职业技能 一是鬼手飞牌 鬼水飞牌 投掷物品时附带20%穿透效果 投掷卡片类物品时 提升200%穿透效果 但提升100%精神力消耗 技能可升级 职业技能二是鬼眼专注 鬼眼专注提升50% 可是范围和目光追踪能力 使用技能时提升100%精神力消耗 技能可升级 一共获得两个远程型技能 虽然还不知道怎么使用 但从远程输出来看 这个赌徒职业江凯还是很满意的 走吧队友们 现在我们可以去刷更高经验的怪物 这个男人不得了 来到鬼星成功从穷人家的孩子 转制成稀有职业赌徒 不仅越级击杀新人屠夫人脸兽 还几乎把路星蛇的老窝给端了 连续两天 数据实验室的人都紧紧盯着大屏幕 苏兰兰没想到自己的妹妹居然还幸存着 他嘴角微微扬起 第一次见新人组队还能存活 看来那个叫江凯 还真有点本事 就在这时 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负责新手区的同事注意了 新手试炼那边会有危险 请立即警戒起来 上头检测到L国这次 又派了偷渡者入侵我们新手区 并且还是罕见的大规模入侵 江中城区最高指挥员 魏英快步走了进来 各位同僚 请务必抓紧时间做出应对准备 闻听此言 苏兰兰顿时一惊 大规模的偷渡者入侵 你说的是真的吗 魏英轻吼一声 我不会闲着跑过来跟你开玩笑 苏兰兰脸色巨变 偷渡者可是来自L国的一群 专门虐杀他国新手 并以此阻碍他国发展的特殊职业 因为鬼星新手试炼的规则是 高级玩家不能进入新手试炼区 帮助新人 所以新人都只能靠自己通过试炼 但L国的专属职业偷渡者不同 他们可以使用偷渡者的职业特性 偷偷进入他国新手区 目前别的国家都毫无办法 这般偷渡者的手段都极其残忍 虐杀他国新人 给予极其恐怖的死亡体验 其目的就是让他国的新人恐惧登陆鬼星 从而大幅遏制他国新人的数量 苏兰兰猛的一拳砸向桌面 他的妹妹承受能力那么差 一旦碰上这帮人 后果不敢想象 魏英沉默了片刻 他无奈接受了这个现实 大家做好新人的心理疏导 偷渡者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 咱们做好无人生还的准备吧 鬼星新手试炼区内 三人小队不眠不休 四处击杀怪物 突然江凯敏锐察觉到远处的动静 他快速举起手中当次 见此一幕 原住满脸问好 那边我们刚刚走过的 明明什么都没有 江凯眼神坚定 不是走过的地方 是更远的那头 鬼眼专注发动 下一步 他猛的用力 手中钢刺如同离弦之剑 急速射出 这已经吹呼拉响 视如破竹的将所有阻碍粉碎 无数大树在过程中不停倒塌 最后在远处 传来嘣的一声巨响 江凯露出残忍的微笑 打中了 我们过去看看 身后两人还一头误数 可即便如此 还是跟上江凯的脚步 几人步行了好一会 才来到河边处 只见一头体型庞大的短刺野猪 被钢刺贯穿倒地不起 圆柱和苏暖暖目瞪口呆 在这黑夜里 这么远的野猪怎么看见的 而且都能秒杀二级的了 提示弹夫 探险者江凯 击杀二级短刺野猪一头 目前经验值为1992 是否收集短刺野猪尸体 和19个野猪短刺 短刺可做武器 江凯显得很平静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切都多亏了新技能的特性而已 随后果断选择是 将尸体和短刺一并收了起来 目前职业技能鬼手 飞牌增加了投注的伤害 而鬼眼专注等于 叠加了望远镜和慢放效果 让远程攻击更多 所以江凯现在可以在超远距离 在低阶敌人发现不了的情况下 将对手击杀 他转头看向二人 我还差一点 只能升到三级 先去别的地方杀怪了 就在这时 原本平静的湖面 不断向上冒着气泡 紧接着一道癫狂的笑声起起 队长 咱们二队的运气还真不错 没想到一来就碰上目标人物了 现在开始就可以好好玩玩了 见到来人 江凯连忙将脆皮奶妈布在身后 孩子们别怕 我们不是什么坏人 我们只是想拨开你们的胸膛 把你们吊起来放血封盖里 你们也可以选择被我们包皮后 引来人脸兽 把你们慢慢折磨到死 这次上头给我们的指定只有一个 就是要你们剩要的所有新人 都无法通过试炼 酥暖暖脸色巨变 江凯 我知道这些人 他们好像是专门虐杀新人的偷渡者 我还探出他们的等级都在三级以上 其中最高的甚至有五级 江凯怎么也想不到 刚体验一把开挂的感觉 立马就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原本只能新手进入的试炼新手区 这群老六不讲武德 利用职业特性潜入他国新手区 进行惨无人道的图路 人多就算了 最低等级还是三级 最高的甚至达到五级 江凯现在的总损性勉强 和四级探险者对抗 想对付五级的人 除非想办法赶紧升到三级 加上自己的翻倍天赋 才能与之一战 不然偷渡者投了一眼神变得冰冷 一股冬冬的杀气弥骂出 弟兄们 开始享受狩猎游戏吧 话音刚落 江凯脚下满的用力 他自己一个人引开一部分偷渡者 柱子和苏圆圆一对 三人暂时分开逃跑 身后顿时传来偷渡者轻蔑的笑声 没想到这么快 就大胆临头个自飞了 剩药的人都这么怂的骂 过去两个人 把那个独自逃走的家伙灭了 剩下两个人留给我们慢慢折磨 森林深处 三道身影急速穿梭 江凯的反应极快 每次都精准躲避攻击 自从转职成功之后 他还是第一次这么狼狈 身后的小嘎嘎穷追不守 你小子没力气了吧 马上就可以追上你了 固然不远处江凯的身影变得模糊 小嘎嘎顿时瞪大眼睛 两人连忙停下脚步 眼睛不停搜索附近 可是想到江凯 只是一个新手菜鸟 两人脸上又露出残忍的笑容 这小子是想跟咱们玩抓迷藏吗 等会找到他 一定要先把他的脚砍断 就在这时 钢刺如同子弹一般划破空气 静止朝着小嘎嘎射去 小嘎嘎的反应也很快 在破碰而来的过程中 已经抬起手动长剑 这小子还想反抗 但区区新人的攻击 我随随便便就能往下 然而下雨 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挡在身前的长剑 在接触到钢刺时瞬间锻炼 强大的力量冲击 让他发出一声惨叫 身体同时倒飞出去 无数大叔在他身体倒飞的过程中 不停倒塌 一旁的同伴足足愣了好几秒 才反应过来 喂喂喂 你人怎么飞走吧 没事吧 带到走近一看 他轰轰猛的一缩 就见小嘎嘎的身体被钢刺贯穿 身体也是狠狠撞击到远处树干才停下来 没等他继续诧异 身边就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一击就死 这就是你们偷渡者的实力吗 好像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强大 小嘎嘎瑟瑟发抖 你不是剩耀的新人吗 怎么会有击杀三级的实力 他操控手环查看江凯属性 等级二级 力量体质十点 敏捷精神力二十点 暴击率不明 暴击伤害不明 他抬手指着江凯 我三级总属性才四十五点 你一个新人的总属性 怎么可能就在六十点左右 没等他说完 三根野猪短刺忽略防护服 接连落在小嘎嘎身上 巨大的控除让他仰头目 最后无力摊倒在地 江凯冷和密室 自己堪比四级探险者的同属性 击杀三级的偷渡者 果然绰绰有余 刚刚他提出分开逃跑 也就是为了吸引少量偷渡者 方便击杀 因为现在距离三级 就差一点点经验了 根据之前在蓝星上了解到 只要击杀探险者 就可以在对方身上 获取可观的经验值 果然 在两个小嘎嘎身体开始消散时 AI智脑再度出现 恭喜成功击杀探险者 可失去被击杀者万表 并且可在被击杀者尸体消散前 选择是否掠夺对方经验 目前您击杀两名探险者 每人可掠夺一百点经验 您掠夺多少 对方将失去双倍经验 江凯满星翻新 男性的资料果然没错 而且击杀探险者的经验 要比杀怪多得多 他毫不犹豫 智脑 我要掠夺他们每人一百点经验值 这是与鬼星一同存在的AI智脑 当江凯成功击杀两名偷渡者后 智脑提示可失去被击杀者万表 并且在尸体消散前 可选择是否掠夺被击杀者的经验 江凯等的就是这一刻 随着经验掠夺 期待已久的升级提示音同时响起 恭喜您升至三级 一股无形的能量不断注入江凯体内 一边感受着升级后身体产生的变悟 一边打开属性栏 探险者江凯 职业赌徒 级三级 力量12 体质16 敏捷24 精神力24 他弯腰捡起击杀偷渡者的野猪短刺 同时将对方的万表一同摘下 现在总属性已经有76点 五级的偷渡者估计也才60点左右 江凯脸上露出恶魔般的笑容 那么现在 我终于有实力回去就注赐他们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援助的体力和精神力消耗一空 已经无法再次发动攻击 身上的伤痕不计其数 苏暖暖同样伤痕累累 几名偷渡者将他们团团围住 一个武徒一被医生 没想到刚来 就碰上了圣药的顶级职业 如此优质的职业 兄弟们更要好好享受 势必让他们不敢再次登陆鬼星 苏暖暖色色发抖小声 朝着圆柱开口 江凯被两个偷渡者盯上 你说他真的还会回来吗 圆柱纵使浑身是伤 但他坚信江凯的为人 虽然他平时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总临阵脱逃 但要是碰上他的朋友 或是亲人面临危险 无论多么绝望的情况下 他都一定会出现 果然 在一群偷渡者准备动手的时候 江凯眼露寒芒 从树林中猛的窜出 他宛如杀神一满 一股极致霸道的气势弥漫出 手中的野猪短刺 不断飞向偷渡者 每一根短刺都精准落在偷渡者头上 看到短刺 苏暖暖原本失去光彩的眼中 再次亮起光芒 圆柱同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看到这一幕 小拿达内心慌的一批 是刚才跑掉的那个家伙 有种出来和我正面对战 江凯的速度快到极致 此时整个队伍就剩小拿达一鱼 然而 他到现在都看不清楚江凯人在何处 忽然他内心冒出一个响 难道剩要诞生了 可以进入新手续的新职业吗 想到这 他脚下猛的发力 要是这样的话那得跑 必须跑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折磨我兄弟 现在就想这么跑掉吗 把命给我留下 话音刚落 江凯手中钢刺狠甩出 顿时如同炮弹般 禁止射向小嘎嘎 这一击包含着他所有的力量 当钢刺与小嘎嘎后背接触的叉打 剧烈的爆炸却在胸前响起 随着小嘎嘎倒下 偷渡者小队宣告战败 所有人均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见到江凯回来 苏暖暖顾不上高兴 江凯 你终于回来了 可是柱子割伤得很严重 我现在的实力没办法治好这么重的伤 援助连可几手 江凯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但这次 我可能没法再跟你们走下去 拽虐他国新手玩家的偷渡者 凭借职业特性无往不利 还明前五的武徒职业在他们眼里 也只是弟弟 可碰上开挂般的江凯 却只能被按在地上摩擦 圆柱被揍得体无完肤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江凯 但这次可能没办法再跟你们走下去了 和你们的冒险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你们就带着我的份武力通过试炼吧 文听此言 苏暖暖不甘怒吼 碰碰自己的无能 江凯长呼一口气 走到圆柱身前 紧接着将一名偷渡者 狠狠砸在圆柱身上 差点就直接将他送过 你叽叽歪歪叫慢啥 我特地将六个偷渡者打残血 你们两个赶紧捕刀掠夺经验 升级后就能满血满状态了 两人当即反应过来 鬼心上的确能通过击杀探险者 获得经验升级 江凯微笑着说出最狠话 刚才这帮人怎么折磨你的 你们捕刀的同时给我折磨回去 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天道好轮回 话音刚落 二人同时露出恶魔般的笑容 听到三人对话 偷渡者躺在地上瑟瑟发的 鬼力可是咱们圣耀的一种传统美德 现在就是彰显美德的时刻 与此同时 奥国偷渡者部门数据研究所内 喊叫声此起彼伍 刚刚圣耀有个新人 叫我们所有人反杀 下手比我们还要残忍 而且我们的经验还都被掠夺了 奥国的高层惊讶的何不拢嘴 究竟是什么情况 偷渡者们被虐成这样 难道圣耀出现 能对抗偷渡者的新职业了吗 圣耀国数据研究所 工作人员同样满脸惊讶 从苏暖暖传回的万表数据来看 他们的小队肯定是遭到偷渡者袭击了 下一秒 苏兰兰震惊的瞪大眼睛 暖暖该不会已经遭遇不测了吧 老头的身体也是一颤 从来没有新人能从偷渡者手里逃脱 准备好他们的心理疏导吧 工作人员尴尬的咽了口唾目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根据数据显示 暖暖他们遭遇偷渡者后不但没死 反而还都升级了 死话一出 所有人都被吓傻了 怎么可能 碰上偷渡者不死还能升级 难不成偷渡者帮他们刷怪吗 只有眼前的工作人员看出端倪 他们要是只剩一级 我还勉强相信他的刷怪 但数据显示 暖暖是一下连升两级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暖暖他们反杀了一群偷渡者 话音刚落 手中水飞静止落下 老头猛的起身 速度快到极致 快把暖暖他们小队的数据给我看看 姓名江凯 等级不明 职业不明 姓名苏暖暖 等级三 职业医生 姓名援助 等级三 职业五 老头看着三人的信息不由自主 人身颤悟 居然真的三级了 如果不是击杀偷渡者 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连升两级 暖暖是非战斗职业 五徒前期伤害也不高 难道这群偷渡者都是那个江凯打谈的 这也太夸张了 而是直觉告诉我 肯定跟那个江凯有关 但他等级职业不明是怎么回事 也在此时 工作人员查到江凯信息不明的原因 探险者去鬼星都需要一个腕表来查询必要信息 但他用的是最老款的初代腕表 初代腕表的服务器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停止维护 如今已经很难连上网络 所以我们很难查到他的信息 老头憋不住笑书生 都什么年代了 还在用初代老古董腕表 这小家伙实在有意思 所有人去给我搜集那江凯全部现实资料 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人 职业武图等级三级力量体制十六 敏捷精神七 探险者苏暖暖 职业医生等级三级力量体制六 敏捷八 精神十二 两人打开属性面板后都是一阵激动 特别是援助 没想到还真的可以靠升级满血复活 而且还获得职业技能汉地践踏 这一招拥有击飞附近敌人的能力 苏暖暖获得职业技能医者人心 现在的治疗能力得到这的飞跃 江凯不由一阵感慨 不愧是武图和医生职业技能 不花里不少 实用性极强 圆珠一柳坏笑凑了上来 江凯 我现在都比你高一级了 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像你这样虐偷渡主了 江凯咧嘴一笑掉出属性面板 小伙子还是太天真了 别以为三级就可以像我刚才那样对付他们 我现在都四级了 再好好看看我的属性 探险者江凯 职业赌徒 本级四级 力量十六 体质二十 敏捷精神力三十 见到这个属性点 两人均一脸不可置信 你小子刚刚不是才二级吗 什么时候就升到四级了 而且总数性九十六点 都相当于八级探险者了 圆珠仰头目 我快受不了了 又被这小子装到了 江凯细数了一下 刚刚逃跑的时候 杀了两个偷渡者就升到三级 回到这里又杀了五个 还杀了一个五级的 所以才能这么快到达四级 不然他表情变得凝重 之前就听那个队长说过 他们是偷渡者二队 接下来我们就去猎杀偷渡者一队 新手去森林深处另外一边 偷渡者一队的成员 不断搜寻他博新手踪迹 再收到二队被他博新人灭队的消息 顿时所有人扑斥一笑 丢人现眼 我看他们直接退休得了 看着众人的反应 小嘎嘎队长发话了 别掉以轻心 上级既然说了这事 我们也要提防这点 是其他人都不这么认为 新手去封顶也就五级 而自己队伍全都是五级的 在这里完全可以一路碾压 就在他们说话间 江凯三人已经成功尾随 援助瑟瑟发抖 他们九个人都是五级的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江凯两眼放光 这些可是行走的经验值啊 就算杀不了 保护你们撤离还是没问题的 况且不杀他们的话 他们就会对其他新员下手 话音刚落 江凯让队友原地警戒 自己一个剑步冲了出去 与其被动防御 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小嘎嘎队长敏锐察觉到身后动静 大家小心 后面有人 小嘎嘎连忙抬起手腕检撤 可是下一秒脸上 却扬起不懈的笑容 一个四级的新人 新人能够活着抵达 这个地方就不错了 居然还能升到四级 这没准 就是那个灭了二队的 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 所有人保持警戒队形追上去 拿下他就是大功一剑 江凯成功引起偷渡者的注意后 转身就跑 就是没想到这些偷渡者 还知道保持队形 之前他们的计划 是由他进行诱敌 柱子找机会使用 汉地践踏击飞所有人 苏暖暖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圆柱要是不能一下击飞所有人 剩下的都有可能会被他们逃走 不过就算如此 还好也提前想到另外一种对策 只是想要把他们全消灭干净 就可能需要他堵上一些血本来引诱了 不得众人反应 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狂暴的能量凝聚在钢瓷之上 江凯不退反 竟冲向追击而来的偷渡者 见此一幕 小嘎嘎们军事瞳孔一缩 这小子太狂了 圆柱怎么也想不到 击杀偷渡者瞬间让他满血复活 而且等级直接飙升到三级 还获得职业技能汉地践踏 三人心生一技 猎杀偷渡者一队 只不过需要江凯下点血本 将敌人引到一块 见江凯突然往回跑 小嘎嘎还以为他是吓得慌不择路了 手中匕首猛的一归 带出一道寒芒 灵力的匕首瞬间划破江凯手臂 江凯催了一口 果然得下点血本 他毫不停歇 挨了一刀之后再次掉转方向 这群人的聚集地 依旧没有在援助的攻击范围内 靠近你 再靠近一点 他嘴里不断呢喃 红石迎面朝着敌人的方向跑去 紧接着灵活躲过所有人的攻击 这种微操把所有人都看呆了 小队长满脸不可置信 他们可都是新手区的极限武器 这个四级的家伙 怎么可能无伤躲过所有攻击 突然小嘎嘎颤抖的声音响起 不对劲队长 刚开始探测时间太短 没查清楚他的属性 但刚才我一直通过高级万表检测他 虽然总属性还是查不清楚 但能看到他的敏捷属性 似乎在三十点左右 文婷此言 所有人惊讶得何不容忽 无论是看错了吧 我五级敏捷还不到二十点 要是他敏捷高我这么多 那还要怎么打呀 小队长细思极恐 身体忍不出颤抖 万表数据很难出错 若那个小子真有这么高的敏捷 那他不就是假装被我们追上的 我们中计了 所有人快撤 无往不利的偷渡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显得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在人群中传出 一帮小可爱终于发现了 但你们的队形 现在已经被我骗在一团 这个时候想跑已经晚了 话音刚落 宁静的夜空中 划过一道金色闪电 原著散发出璀璨光芒 如同雨时一般从天而降 看比践踏发动 轰的一声巨星 巨大的冲击将地面震得粉碎 同时所有小嘎嘎被震飞 等的就是这一刻 江凯嘴角露出残忍的独度 但那漂亮柱子 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他的速度快到极致 在人群中不断穿梭 每一个野猪短刺都精准落入眉心 在所有人还未落地前 江凯的攻击就已经结束 他长呼一口气 痛快 一次性解离 现此一幕 原著彻底惊呆了 九个五级 一下子全灭了 江凯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突然提示弹出 探险者江凯 击杀五名凑度者 一共掠夺两千经验 在新手区经验达到风比 升至新手区最高等级五级 江凯咧嘴一笑 终于到五级了 击杀的探险者每高一级 可掠夺的经验就翻一倍 一个五级的探险者足足能掠夺四百经验了 现在属性点已经达到116点 他转头看向原著和苏暖暖 击杀探险者的经验真高 我现在等级已经封顶了 那边还留了四个残血的偷渡者 你们快补到掠夺经验去 之前为了提升战力 都是我先刷怪拿积分升级 接下来就换我带你们刷怪拿积分 等你们也拿够积分 就是去终点的时候 能听此言 两人大喜 那就干吧 一个新手区刚组建的战队 也会有如此默契的配合 旱定践踏发动 轰的一声巨响 大地碎裂 全部小嘎嘎瞬间被震飞 紧接着江凯如同鬼魅一般在人群中不断穿梭 每一根野猪短次精准落入小嘎嘎眉心 刹那间九个偷渡者全部落败 先前都是江凯拿积分升级 接下来就轮到原著和苏暖暖了 队伍继续出发 越接近终点就能刷到越多积分 同时越靠近终点 怪物越可怕 甚至有新手区BOSS出现 不然在三人不远处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靠近一看 只见两头人脸兽遍体鳞伤 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圆柱瑟瑟发抖 是人脸兽的尸体 是被什么东西咬死了吗 他们身上好多咬门 江凯目光一眼 天赋 鬼眼专注发动 刹那间绿铜血的愈加明亮 仿佛整个世界流速都慢了下来 刚刚在远处就已经看到这边有的金光 似乎就是这金色生物杀了这两头人脸兽 闻听此言 两人顿时一惊 是什么样的生物能搞死两只人脸兽 现在人脸兽死了 那玩意不会奔着我们来吧 就在此时 金色生物果然出现 速度快到拖拽出长长的金光 这生物不断在三人中穿梭 每次从身边闪祸 苏暖暖的衣物都被撕裂 而圆柱就没那么好运 每次都给它带来重创 紧接着金色生物调转方向 朝着江凯急速冲去 江凯微微一愣 这会居然盯上我了 圆柱焦急的声音响起 江凯小心 那东西不紧快 而且伤害很高 下一头 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 啪击一声 金色光芒在江凯身前炸开 全场死一般寂静 原本金色光芒消失 巴掌大的生物被它牢牢握在手中 一只小老鼠瞪大眼睛死死盯着江凯 江凯催了一口 闹了半天 这不就是一只肥肥的胖老鼠吗 显然小老鼠听懂人言 在江凯手中疯狂叫嚣 没想到江凯直接松开手 你这小老鼠好像很不服气 那我放了 给你再试试 感觉受侮辱的小老鼠瞬间暴怒 狂暴的力量从体内爆发而出 它不断变换位置 而且速度快到极致 金色光芒再次拖拽出长长的金光 一系列行为将原柱下傻骂 你小子放手办法 那可是咬死两只人脸受的怪物 然而没等他把话说完 江凯再次精准抓住小老鼠 他脸子一笑 对我来说 这种速度太骂 同时再次将手松开 就这样重复无数次 在江凯从母胎单身到县子 外加鬼眼专注和高敏捷 一秒可以抓住小老鼠数十次 圆住嘴角微微抽搐 果然美女人的手速就是快 连续十分钟后 小老鼠举气投降 彻底沉浮 江凯满心欢喜 这小老鼠好像被驯服了 现在都不想逃了 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成为一股战 但现在白捡两巨人脸受尸体还是很赚 你们俩还差一点经验就升四次 快把尸体收了再找怪物刷 争取试炼结束前都升到五级 与此同时 试炼终点处 小嘎嘎一路翻山越岭 他嘴角微微扬起 终于到了 新手试炼的终点 新手试炼终点 小嘎嘎身穿斗篷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缓缓走上台阶 随着大门嘎之一声打开 几名铠甲士兵走了出来 恭喜这位新人通过试炼 我们是新人接引官 欢迎你正式成为鬼心的探险者 但可惜在你之前 已经有人成功抵达 不过名字不重要 新人能通过试炼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然小嘎嘎冷哼一声 猛地拍开接引官 我确实不是第一个到这里的人 但你凭什么说我不是第一名 话音刚落 小嘎嘎摊开展示 数不尽的怪物卡片出现在身前 见此一幕 接引官惊讶得何不容嘴 一个新人怎么可能杀那么多怪物 要知道排名可是按积分算了 有这么多怪物 尸体卡蒙兑换的积分可不少 间接一关愣在原地 小嘎嘎退下抖 我可是皇家二少女 未来玄武功会的高层 早在来鬼心前就已经特训过了 今天我皇伟就把话放正 拿下试炼第一 不过是我作为新人的第一步 接下来只要再给我一些时间 整个鬼心都必将是独属于我皇伟的时代 众人顿时傻眼 是大家族的话就不奇怪了 玄武功会乃圣耀十大功会之一 那恭喜你了 从积分来看 你现在不仅是这次试炼第一 甚至还可以进入整个圣耀的前十名了 与此同时 新手试炼区深处 江凯一行人很是疑惑 按道理越接近终点怪物会越多 可他们走了半天连一只怪物都没碰上 不可能被一只胖老鼠给吓跑了吧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圣人的低音声 转头看去 江凯不由瞳孔一缩 密密麻麻的无影狼 不知几时已经来到身后 而且在狼群的最后方 还有一只体型庞大的无影狼王 江凯连忙开口 那是新手去报死无影狼王 原来没怪物 是我们闯入boss的地牢了 狼群行动迅速 仅是眨眼间就将三人层层包围 援助看向江凯 听说狼王是新手区 从未被击杀过的最强生物 碰上只有死 现在该怎么办 江凯双手也指不住颤抖 狼群的数量实在太多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的话还能逃走 可现在还有柱子和苏暖暖 想到这他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柱子暖暖 我们跑不了的 现在只能拼死一搏 快一起配合击杀狼王 援助心领神会 双脚屈膝 狂暴的能量不断从体内爆发而出 在能量的加持下 他的身体如同炮弹般射向高空 汉女箭塔发动 轰的一声巨响 援助坦克般的身体重重落下 周围一定距离内的所有狼群 瞬间给震飞 趁此机会 苏暖暖发动技能 给江凯的武器附加陆形蛇毒素 江凯的反应很快 毒素附加成功后 鬼眼专注 鬼手飞排同时发动 刚次划破空气 如同离弦之剑一般急速射向狼王 然而下一个 震惊的一幕出现 这么强力的一击 被狼王轻松弹开 所有人彻底傻眼 用尽全力的一击 都没能击穿狼王的防御 没等他们做出下一步动作 一道怒吼声传来 狼王指挥狼群发动总攻 顿时所有无影狼疯狂扑向三人 三人心如死灰 何宫狼王一点效果也没有 狼王防御太强 现在狼群围上来也杀不完 可所有人不曾察觉 江凯身上的小老鼠被战斗吵醒 无影狼再次扑向江凯的刹那 小老鼠已经睁开眼睛 转头看去 罪魁祸首已经近在咫尺 他瞬间起床膝拉满 一股极致霸道的气势弥骂出 很显然小老鼠也清楚 所有无影狼都被远处的狼王控制 他不断在狼群中穿梭 张开樱桃小嘴冲向狼王 不施一声 紧接着传来狼王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江凯满脸不可窒息 那只胖老鼠竟然咬开狼王的皮毛了 他连忙发动鬼眼专注 只见小老鼠咬过的地方出现一道伤口 他拿出野猪短刺 刚才是因为狼王防御太高 才导致攻击无效 但现在狼王的皮毛被破开了 只要往伤口出攻击 他的防御就形同虚射 其人 这次攻击没有被打开 静止插入狼王体 江凯快速向前 同时再次拿出短刺 现在只要继续这只伤口攻击 就一定能灭了他 就在此时 狼王身上的一根短刺发出滋滋响声 触发两百倍暴击 狂暴的能量从狼王体内暴体而出 江凯停下脚步愣在原地 这什么情况 东西探险者江凯 击败新手去报死无影狼王 他嘴角微微扬起 原本还想着打十九战 结果一个二百倍暴击轻松搞定 回想一下也是 刷了好几天的怪物都没出现过一次暴击 现在来一次也不足为奇 没有狼王的操控 无影狼群放弃攻击四散而逃 柱子 难暖 你们还能打吗 现在没了狼王指挥 这群狼不过是带的羔羊儿 想想他们刚当是怎么对付我们的 别放过他们 杀 恭喜探险者江凯击败新手去报死无影狼王 当狼王倒下的刹那 反击的哨声正式吹响 江凯话音刚落 援助就招呼苏暖暖 朝着狼群发动技能 两人忍受这么紧 这一刻得到释放 气势爆发 金色光芒缠绕 武图职业特性发挥到极致 不愿注目的一声巨响 江凯面对普通无影狼 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看着两人凌厉的攻击 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 不愧是自己看中的人 这场战斗整整持续一天一夜 地面上躺着无数无影狼尸体 而三人一点疲惫感都没有 心里更多的是兴奋 没想到真的成功解决新手去报死 还有狼群 江凯转头看向队 刚才留下很多残血无影狼 你们赶紧捕刀赚积分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积分到手 接下来该去终点吧 圣耀国鬼星领地 宏伟的建筑不断冲击着三人眼球 这里是圣耀国人 在鬼星的最大活动基地 刚一进城 小老鼠连忙从江凯身上跑开 江凯轻看一声 就还那小家伙自由吧 要是有缘 以后没准还能再见 新手试炼终点接待大厅广播响起 我是新人剑影官夏涛 现在所有通关的新人都在这了 恭喜各位通过试炼 江凯询问小嘎嘎 长官 我能看看通关试炼的新人排名吗 没等士兵回话 一道嘲讽的声音响起 没想到给我家打工的小卡拉米 也来参加试炼了 不如我来帮你看看排名吧 排名列表弹出的 同时响起小黄毛癫狂的笑声 看到没有 老子可是第一名 而你们也完美包下第一 不过是到处的 旁人也投来不屑的五光 三个一分都没有的小卡拉米 也好意思在这里问成绩 江凯眼神突然变得冰冷 他的妹妹为了给他攒钱来滚心 就是在眼前之人家里打工 这小嘎嘎还居然多次骚扰 而且他们早就有过节 经常拿他哥哥生病的事情来羞辱他 江凯连忙拦住 想为自己出气的援助 随后自己大步向前 不好意思各位 我在此通知所有人 排名马上要更新 因为前三名我们要定了 此话一出 全场死一般寂静 紧接着嘲笑声响彻整个接待大厅 江凯目光扫过众人 柱子暖暖咱们不装了 摊牌吧 话音刚落 三人亮出怪物卡片 数之不尽的卡片 瞬间出现在众人眼前 看到这一幕 所有小嘎嘎身体不由连连后退 小黄毛瞪大眼睛 好多怪物尸体 不仅有人脸兽 还有这么多的无影狼 他们是捅了狼窝吗 还有这个难道是新手区的boss 无影狼王 开什么玩笑 凭你们几个卡拉米 也能击杀这么多怪物 三人无奈摇了摇头 是不是真的 看一下排名榜不就知道了 众人仔细看去 果然在江凯三人亮出怪物卡片之后 排名发生变动 而且他们真的包园了前三 他们到底是在参加试炼 还是在刷怪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江凯冷哼一声 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凭官 请问击杀偷渡者能算进积分里面吗 他一边说 一边从背包中取出之前在偷渡者手上摘下来的腕表 士兵目瞪口呆 这些难道是L国偷渡者腕表 小黄毛放声大笑 他们露线了 新人是不可能击杀偷渡者 果然是一帮骗子 而且这次试炼哪有什么偷渡者 在场有谁见到过 除了他们三个根本没有其他人看到过 他们一定在造假 凭官 我建议取消他们的成绩 严查此事 就在此时 小黄毛身后传来声音 偷渡者的确出现 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家而已 一开始我们也很惊讶 但上头让我亲自来嘉奖江凯三人 就说明事情的真实性 小黄毛认得此人 江忠诚副手卢俊 连这种大人物都来了 卢俊来到江凯身前 高层为了奖励你们解决偷渡者危机 决定破格提升你们的装备奖励 原本第二第三名的奖励 由B级改为A级 而第一名江凯的奖励 由A级改成S级 闻听此言 江凯露出满意的笑容 原著和暖暖 同样兴奋的握紧拳头连连道谢 目前鬼星的装备分为 S级到S级品质 S级品质为最差 S级则是级品 通常B级和C级品质的装备 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更稀有的A级和S级 则是每个探险嘴 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反观小黄毛气的浑身颤抖 大可担心 江凯得到S级奖励就算了 还把自己从榜首挤到第四名 他歇斯底里 还有我警告你 别侮辱我家人 老子有说错吗 你们一家子什么都不是 一个闭烟烟的哥哥 一个女徒妹妹 你也就是被我按在墙角打的小卡拉米 今天也敢骑到我头上了 要知道 你那女徒妹妹还在我家打工 你敢惹活老子 当心哪天我就把他办了 不等他继续叫嚣 一道寒忙无声无息在胸口处划过 江凯愤怒到极点 滔天的杀意弥漫全场 所有人呆愣在原地 原著和苏男男也是惊讶的合不拢嘴 黄维可是来自全国十大工会之一的皇家 这江凯哪来的底气动手 小黄毛扶着伤口连咳几声 江凯 你敢对我出手 你知道接下来会面临什么吗 江凯转过头冷冷盯着他 你都放话要对我家人动手 我还会管你是谁 在这末世 家人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 只要有人敢动他们 不管是谁我都一定会出手 而且必定是下死手 提示弹出 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一级探险者黄维 可掠夺六点经验 是否选择掠夺 江凯脆了一口 才六点经验可略的 所谓的大家族就这点实力 如俊全程并未阻止 更是给江凯投去欣赏的目光 虽然有些蟒撞 但不失血性 不愧是上头指定想见的人 他朝着众人大喊 刚才是黄伟先动手挑衅 江凯是自卫反击 这是做告一段落吧 江凯 你们三人跟我来 我带你们去领取奖励 于是三人跟随脚步来到领取奖励地 快打开看看吧 这就是上棚破格奖励你们的装备 咔嚓一声 身前的盒子被打开 一道璀璨的金光暴射而出 苏暖暖 获得医生初期 梦寐以求的装备 生命御实 生命御实 体质和精神各加15点 并且对治疗和治药有加成效果 援助获得黑炎西皮甲 黑炎西皮甲 防御和力量可增加16点 还能降低16%的伤害 是攻守兼备的优质装备 最后是江凯 他咽了咽口水 打开盒子的手 扯住颤抖 下一步 散发着金光的九把 飞刀出现在演技 紧接着提示弹出 未鉴定装备 需鉴定 如俊微微一笑 拿出鉴定卡 挺之好点的装备 一般都需要鉴定卡才行 拿去吧 我这里刚好就用 随着鉴定卡 接触到盒子的一瞬间 提示再次弹出 S机武器九节追命 提升九点力量 九点穿透力 九点满天 每使用一把追命 暴击率和暴击伤害 都将提升10% 触发暴击后 加成效果将被重置 如俊有点看不懂 上层安排 为什么会是暴击类武器 新人攻击力低 就算触发暴击伤害也不高 这S级似乎都不如A级 他轻叹一声 虽然有些麻烦 但我可以试试帮你 申请更换奖励 江凯连忙否定 不用换 我就要这个 S级武器九节追命 提升九点力量 九点穿透力 九点敏捷 没使用一把追命 暴击率和暴击伤害 都得到10%提升 江凯兴奋的浑身颤抖 换什么换 老子要的就是这个 这装备哪里是坑 这就是为自己量身 打造的极品装备 要知道他的暴击伤害 可不像常人那般 只有两倍伤害 而是整整200倍 只要触发暴击 强如乌影狼王 也是一下凉凉 只可惜暴击概率极低 别人一分钟暴击十次 而自己十天暴击一次 遇上强敌的话 估计暴击还没打出来就死了 但有了这个装备就不一样了 每把打出都能增加 10%的暴击概率 第九把甚至增加到90% 可以说是必定出暴击的了 简直就是赌不完美的专属神器 卢俊也替江凯开心 你喜欢就不换了 现在你们通过试炼 想回蓝星随时可以回去 随后意味深长拍了拍江凯肩膀 只是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下 接下来可能有人会去找你 我却你回家时最好小心一点 蓝星圣耀博 江中城平民同步区 江凯骑车直奔家 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就通过试炼 也不知道大哥和妹妹知道后 会是什么反应 突然不远处的一幕 吸引了他的目光 平民去怎么来了这种级别的豪车 这是谁发达了吗 然而他也没有多想 静止朝着家里走去 他满心欢喜朝着屋内大喊 我回来了 你们猜猜我的新手试炼怎么样 话一刚落 江凯整个人愣在原地 狭小的房间内五名小拿达 用不怀好意的眼神死死盯着他们 下一秒一道冰冷声音响起 等了半天终于有人回来了 听说你想要有今天在新手试炼里面 损食威风啊 江凯认出眼前之人 身体下意识后退 你是黄伟的哥哥黄达 你们想做什么 没等他做出下一步动物 身后被人推了一趴的一声 房门被重重关上 紧接着两名小达达将他按倒在地 黄达拿着棍子来到江凯身前 江凯 你知不知道我弟弟被你在鬼亲上击杀 现在回来都被送去心理治疗了 从来只有我们黄家欺负人 还没人敢欺负到我们头上的 忽然他脸色一变 所以你能让黄伟一个月无法上线 那我就能让你一辈子上不了线 黄达没在啰嗦 话刚说完就一棒 朝着江凯脑门砸去 江凯双手被人死死架着 毫无反抗之力 他眼里满是不甘和愤怒 千军一霸之境 房门被猛着踹开 刚好撞在两名小嘎嘎身上 这还没完 巨大的冲击力连同江凯身前的三个人也被撞飞 黄达怒喝一声 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白人缓缓开口 江凯 我有让人提醒你回家住一点的吧 你怎么就没当回事呢 小嘎嘎怎么也想不到 江中城军区的最高指挥官魏英 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来到彭护区 魏英的眼神极度冰冷 一股霸道的气息弥骂出 我们是为了江凯而来 今天你们是惹了不该惹的人了 同时苏兰兰拿出军令力声喝醋 都别动 军方办事 小嘎嘎身体不由连连后退 怎么可能 总指挥竟然为了这个江凯而来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身份 直到他被鸡押上车都想不明白 明明就是一个穷小子 为什么上面的人要罩着他 江凯也不明白江中城的这种大人物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得自己解围 为指挥 感谢你们今天救了我 只是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没等他说完魏英开口打断 别紧张 我们找你其实也是有目的的 这次的新手试炼 你和袁柱还有苏满暖表现优异 在你们下线后 我们的人已经前去邀请袁柱和苏满暖 加入军方了 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我们此次前来也是想邀请你 毕竟你应该是新职业吧 你知道一个新职业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吗 目前鬼星探险者的职业有很多 每个探险者每升二十级都会面临一次转职 其中每次转职 探险者的属性技能都会发生变化 有些会变得更强 有些反而变得更弱 就目前而言 已经很多职业转职到后期 就基本没用 所有为了找出更强的战略 上层一直都在发掘新的职业 而你拥有的现在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新职业 所以江凯 你愿意以新职业的身份加我吗 随后他向江凯申居一功 很抱歉 在来之前 我们已经调查过你家人的资料 知道你哥哥生病了 我们没有强迫你的意思 但只要你现在答应加入我 我们不但会保你一家 甚至连你哥的治疗费用都会全部承担 严禁于此 两人觉得十拿九稳转身就足 你去鬼星是为了你哥的治疗费吧 答应的话 明天就来找我们报道吧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江凯轻探一声 李安下定决心 抱歉 我拒绝加入你 文婷死言 两人同时停下脚步 满脸不可置信看着江凯 江凯知道加入军方是好事 但那是对于确定了未来发展会很强的职业而已 比如柱子的五姑和暖暖的医生 但他不一样 他可是新职业 记得当年出现酒鬼这个新职业的时候 也是受到了军方的高度重视 当时军方大力援助酒鬼 酒鬼一时如日中天 但当军方发现酒鬼发展下去的作用不大时 酒鬼就被军方无情抛弃 看看酒鬼现状 转制成酒鬼的下场和乞丐无意 这次是我新尊过投书于防备 没想到皇家会不顾形象直接动手 我们会尽快搬离皇家掌控区域 真的很感谢你们出手相助 但我们兄妹三人一起相依为命十几年 我们还是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而不是完全寄负于他人的保护 圣古心泛滥的苏兰兰瞬间暴露 现在人类处于漠视 你的新职业没准能为全人类带来巨大改变 人类需要你 你怎能有这种想法 江凯倾笑一声 实在抱歉 我没那么伟大 我只想保护我的家人平平安安活下去 小嘎嘎怎么也想不到 面对他们的诱惑江凯一口拒绝 原因也很简单 他的新职业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不想跟酒鬼一样被捧高 最后却被无情抛弃 不像苏兰兰 卫英满脸欣赏看向江凯 我懂你小子的意思了 十几年的人生遭遇养成的习惯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改变 但是你要知道 你哥可没有多少时间了 而且你也知道在这个末世里 想要做独心侠是行不通的 卫英坏坏一笑提出对赌要求 在接下来一个月内 证明自己有保护家人的实力 让你加入我们事情可以取消 可知 若赚不到 我们还是会承担你哥的一切费用助他蓄秘 但你也必须加入我们接受考察 卫英说完后全场先入死寂 足足一刻钟之后 江凯咧嘴一笑 他最后欣然答应 无论最后输赢 他哥哥都能得到治疗 家人都能得到保护 夜晚同步区内 江凯如今面临跟卫英的赌约 必须快点回鬼心 给哥哥赚到治疗费 他在屋子等到晚上 无奈兄妹两人都还没回来 只能留下字条先行离开 他片刻不敢耽误 皇家虎视眈眈 兄妹三人不能继续住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 必须搬到安保级别更高的区域去 以保证安全 所以他这次重回鬼心任务繁重 不仅要赚到哥哥的治疗费 还要赚到搬家的钱 鬼心胜要成人山人海 通过新手试炼后 在鬼心的冒险就正式开始 回到鬼心 江凯焕然一新 在交易区换了一身装备 便于在鬼心打怪赚钱 当务之急是先加入一个工会 虽然在新手区出尽风投 但自身实力去到哪里都是未知 因为鬼心上怪物强大 单人去打怪基本必死 所以新人探险者都必须加入工会组团打怪 毕竟工会就是一个团体 陆会后新人就能跟随团队成员一起 提高生存率 就看看有什么工会可以加入吧 他满心欢喜推开工会大门 用着接待员说道 您好 我要加入工会 接待员一眼认出江凯 脸上竞险干大 不好意思 您是江凯吧 目前您一个工会也加入不了 因为您得罪了皇家 您现在已被所有工会列入黑名单了 所以 不出意外的话 您以后只能一个人单挑鬼心了 圣耀城安全区郊外区域选择地 一支支队伍随处可见 只有江凯孤身一人显得格外一样 得罪了皇家 就没有一个工会敢收他 难道冒险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叫住了他 这位靓仔 请问您是在未去哪个区域打怪而犯着吗 29级探险者无言 职业算命先生 我可以为您算出最佳趣 一次只要一百鬼心币 江凯呆愣愣站在原地 穷的叮当想着他怎么可能花这个钱 他转身挥手告别 抱歉 我是无神论者 见江凯要走 小神棍顿时急眼 靓仔别走 您可以砍价的 五十也行三十也可以 或者我给您免费算上一挂 就当开业活动也行 话音刚落 江凯顺身搬回到小神棍身前 免费的话就麻烦你了 其实我这人还挺迷信的 小神棍长叹一声 说到免费就回来了 算了 就当熟练技能吧 手中八卦罗盘疯狂旋转 紧接着一连串晦涩难懂的咒语 从他口中传出 随着阵法成形 耀眼的光芒从罗盘上亮起 靓仔 你现在处于危机之中 若不想被危机缠上 我建议你去 国王山谷 被列入黑名单的江凯 垂头丧气独自一人来到郊外区域选择地 好在遇到二十九级算命先生 随着一连串晦涩难懂的咒语响起 八卦罗盘亮起璀炭的光芒 小神棍准确算出江凯处于危机之中 建议他前往国王山谷 江凯陷入沉思 确实自己处于被皇家盯上的危机中 因为这里是安全区规定不能杀人 皇家才迟迟没有动手 一般新人首选冒险地 都是一到十级的灰境平原 皇家大概率会派人在那里蹲守 在太平山道是十五级以上探险者 才会去的地方 现在却不用皇家动手 碰上怪物立马凉凉 至于国王山谷是十级以上区域 以目前实力应该勉强可以应付 想到这他嘴角微微扬起 皇家大概也没想过在那里白负 既然不让我加入公会 那我就单挑鬼心给你们看 他下定决心一头冲向国王山谷 还不忘回头跟小神棍致信 谢谢你的指点 我就以国王谷为第一个目标了 见此一幕 小神棍惊讶地瞪大眼睛 我说的是组合去啊 国王谷是什么地方 他一个新人独自进去不是纯送死吗 他连忙收拾东西溜之大吉 生怕一会江凯回来找他算账 国王山谷妹 这里的怪物保底十级以上 江凯一路谨慎前行 手里紧紧握着刚得到的九节追命 忽然一道怪物怒吼声引起他的注意 他寻声望去顿时瞪大眼睛 距离飞圆 等级十一 力量一百七十二 敏捷一百四十二 这怪物不仅力量强 而且敏捷还高 轰个一声巨星 一整个小队的人统统被震飞 小嘎嘎大声说道 大家坚持住 这距离飞圆是十一级的 我们都是十级 拼命一点应该能拿下 一声令下 几人连忙出招 顿战士 一马当先 箭士紧随其后 牧师不断给队友释放棒 最后是弓箭手远程搭弓射箭 江凯躲在远处石壁后 注视整个战斗过程 这就是探险者的团队战斗吗 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激烈 而且这魔王谷的怪物看起来好强 不知道碰上能不能打得过 就在这时 他不由身体一颤 一股寒意从背后袭来 转头望去 三头距离黑圆眼 放红光正死死盯着自己 江凯连忙后退拉开安全距离 真的是想什么来世 他打开冒险者腕表 查看怪物属性 距离黑圆12级 距离黑圆13级 距离黑圆14级 一连串危险警报不断响起 与此同时另外一处战场 随着距离黑圆倒下 小嘎嘎阵地欢呼 同时提示弹出 天剑小队成功击杀11级距离黑圆 队长 我们四个十级能打11级黑圆没解缘 这战绩去到哪里 都能吹上一阵子了 小嘎嘎咧嘞一笑 那是自然 也不看看谁当的队长 没准他继续国异 身后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众人齐心扭头望去 顿时斗大的汗水 从脸颊滑落 江凯一员以一提三 无端在三头黑圆中间穿梭反击 他催了一口 难办了 我这是误闯入他们的领地了吗 队长 他居然一个人在和三头黑圆战斗 而且每一支都比我们打得等级高 我们要过去帮忙吗 小嘎嘎连声阻止 那人肯定是不小心一次性拧到三头 我们还是赶紧走 江凯怎么也想不到 只是找了个偏僻位置看别人战斗 就莫名其妙闯入距离黑圆领地 他利用刀敏捷引以一提三 不断闪避黑圆攻击同时进行反击 突然轰的一声巨醒 距离黑圆庞大的身体急速到飞出去 一势随之弹出 击杀一头十二级距离黑圆 江凯连忙停下准备射出的九节追命 他脸上止不住露出笑容 追命每把都提升暴击率 再打出去的第五把就触发超级暴击 不远处的天界小队全部呆愣在原地 无法想象 他们四个人使出浑身解数 才击败的距离黑圆 江凯三两下就秒掉 同伴被击杀 剩余的两头黑圆愈加愤 江凯依旧利用自身敏捷优势 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 既然真的有能力击杀黑圆 江凯就开始思索接下来的伞击 不然他猛的一个转身 在两头黑圆扑上来的前一秒 手中追命急速射出 下一步 一声惨叫声传来 强大的力量冲击让他身体倒飞出去 一是再次弹出 击杀一头十三级距离黑圆 这次仅仅只靠一把追命加的百分之十 暴击率就触发超级暴击 这一幕再度震惊所有小嘎嘎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剩下这头是十四级 我不信他还能继续杀 现在江凯只剩下三把追命在手 但精神力和体力也都快消耗完 继续在六弯已经行不通 只见他右手拿出三把追命 左手从空间中取出大量野猪短刺 此刻赌徒性格再次暴露 他只能赌 赌他是被飞员一掌拍飞 还是在被拍飞前 尽可能风大暴击概率杀了他 鬼眼转转 鬼眼飞排同时发动 三把追命和无数短刺精准射向 最后一头黑圆 又是弓的一声巨响 剧烈的攻击 直接忽视防御炸裂开来 江凯停下脚步 双手全都紧握 倾尽所有武器 真的让他走出暴击了 提示再度弹出 成功击杀十四级距离飞员 天剑小队的人彻底实话 他真的把三头飞员都杀了 十几人以上的团队 都很难连杀三头吧 他到底是什么人 江凯来到飞员尸体旁收回追命 这里的怪物也没想象中难打 一下子就三张尸体卡到手 看来一个人在鬼心刷怪也行得通 他毫不停歇 也没有理过一旁的小嘎嘎 直接转身离开 两久后小嘎嘎才反应过来 被他跑掉了 碰上这种大神 一定得拍上关系 一开始是谁拦着不让我去帮大神的 真是后悔死我了 与此同时灰烬平原上 一大群人聚集于此 算命职业的胡言被人死死掐住脖子 三个二十级武厨 一个二十级士兵 一个二十级医生 他们是皇家玄武功会里 赫赫有名的猎鹰小队 小嘎嘎咧嘴一笑 听说是你最后见过那个江凯 赶紧告诉我们他在哪 一到十级灰烬平原 新人首选冒险地 可今天这里迎来一群高级玩家 皇家玄武功会里赫赫有名的猎鹰小队 胡言第一个惨遭毒手 听说你是最后见过那江凯 赶紧告诉我们他在哪里 他艰难从喉咙里挤出一次声音 你们想找他做什么 此话一出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 这不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江凯惹了皇家 我们是皇家派来报仇的 无言这才恍然大悟 江凯去了不忘山谷 想找他的化肥区那边 小嘎嘎也不磨叽 一把将胡言扔到一边 我们可以信 但要是找不到人 你就等着好看 众人瑟瑟发抖 猎鹰小队 可是皇家二十级探险者里的 底尖小队 出动这样的人 这江凯看来是玩完了 无言不以为然 只听他嘴里不断传来 甚人的笑声 对于没礼貌的人 算命先生可不会说实话 刚才我暗中给他们算了一挂 算出他们这次去找江凯的结果 大概率是 死 一天后国王山谷内 江凯一天下来 总共击杀十六只巨力黑猿 同时也将等级提升到六级 而且这些巨力黑猿的尸体 能卖不少 虽然刷起来很辛苦 但只要继续坚持刷下去 他哥哥的医药费就有着落 想到这他不禁嘴角微微扬起 正想着呢 突然背后传来的声音 打断他的思绪 那边的小子 想加入我们一起狩猎吗 来人连忙表明来意 我们这里有三队人马 在阻门狩猎精英 巨力黑猿 打赢了有精英宝箱 里面的东西 我们可以一起分了 怎么样 有兴趣加入我们吗 江凯一脸无奈 团队狩猎 但他没有队伍 只有自己一个人 小嘎嘎连忙继续劝说 我们正巧就只需要 一个人手就够了 阻王山谷 更深处一行人 浩浩荡荡来到悬崖边上 看到了吗 那边有四只精英巨力黑猿 他们守护的洞穴里 就有精英宝箱 但四只精英飞猿太强了 我们只有三个队伍 还需要你去把剩余的 一只黑猿引开 只要你成功引开一只 再等我们三队 分别解决目标 你回来就能一起分宝箱了 说起精英宝箱 江凯同样是据一些三尺 据说精英宝箱里面 有许多好东西 比起怪物尸体可知弦得多 必须想办法拿下 但面对必须组团 才能打的强大精英怪 他们居然想让我 独自一人引开一只 分明就是想让我回不来 这样他们三队 就能吃下四队 才能打的宝箱 不过现在已经上了贼船 不答应恐怕也走不了 紧接着他脸上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我同意了 就按你说的办 闻听此言 小嘎嘎高举手中 常见大声喊道 那就行动起来吧 大家注意好各自目标 江凯丝毫不拒 就算要独自面对一头精英怪 也是一马当先 山下的精英巨力黑猿 被动静惊醒 顿时起床气拉满 小哥快站活 你先引开一只 江凯眼神很利 开始盘散接下来的技术 唯眼专注 唯手飞牌同时发动 精英宝箱 传说中可以开出 价值连城的宝物 对于穷的叮当响的江凯 自然是不肯放了 哪怕是独自一人 面对一头精英级别的距离黑猿 见江凯成功拉到仇恨 小嘎嘎放声大笑 那小子真的做到 这样一来就少了一对 跟我们分宝箱了 现在安安稳稳一对一只 兄弟们都给我玩命啥 顿时山谷那战斗声 此起彼伏 远处的江凯催了一口 这群家伙也太会算计人了 这精英黑猿的属性 比普通黑猿高上好几倍 换成普通探险者 来吸引仇恨必死无疑 不过 我可不是普通探险者 他的速度快到极致 停下脚步的瞬间鬼手飞排发动 九节追命禁术而出 黑猿不闪不闭 宛如坦克般的身体硬是 扛下所有飞刀 然而下眼 他的身体像是被定住一般 紧接的轰的一声巨响 狂暴的能量冲天起 剧烈的爆炸瞬间将精英黑猿吞没 同时提示弹出 成功击杀15级精英距离黑猿 江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没想到就算是精英黑猿 也扛不住一次200倍超级暴击 那么接下来轮到我来 利用他们得到宝箱了 另一边战场 小嘎达配合卧气 近战轮流吸引仇恨 远程攻击不断输出 三头飞猿也只剩下两头 就在这时 小嘎达余光见到江凯 偷偷潜伏到山洞 没等他做出下一步反应 灵力的攻击瞬间将他击飞 趁此机会江凯快速走进山洞 这间洞穴正中间高台上 赫然摆放着一个散发金光的宝箱 他满心欢喜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来了 而且真的有宝箱 看起来应该能值不少钱 有了他 也不枉我方才独自引开 那只15级的精英飞鱼 正开心时 一股不明液体低落在他肩头 江凯脸色变得苍买 只觉得心头一颤 身体止不住打起冷战 好在反应极快像一旁闪落 原本站立的位置 被黑猿一拳砸出一个巨坑 他咽了咽口水 这洞里怎么还有一只二十级的精英飞鱼 那些人站前没探测到 二十级怪物 五元素精英距离黑鱼 急别 危险 节节节的怪笑声响起 精英飞鱼脸色极具争灭 下一秒顺身般来到山洞出口 将去路堵住 江凯毫不犹豫高高跃起发的攻击 居然还知道挡住出口 那只能先战斗 然而让他震惊的一步出现 所有飞刀落在黑鱼身上全部被弹飞 甚至打在眼睛都无法造成伤害 提示弹出 五元素精英及距离黑鱼 二十三点防御 当前攻击无法穿透目标提表防御 无法造成伤害 江凯的追命穿透只有九点 穿不了二十三点防御 必须像狼王一样 先穿透提表开心 打眼前 黑鱼用力一跃闪现到江凯头顶 手掌猛的向下归 哼的一声 强大的力量冲击让他发出一声惨叫 同时身体如同炮弹爆射而出 烟尘中传出剧烈的咳嗽声 江凯倒在地上无法动弹 值得真的好痛 属性上相差太大 我不会是要死了吧 在鬼星上死亡会被惩罚 需要等一个月后才能再次登陆鬼星 要是这样的话 和为指挥的一个月约定将会直接输掉 那这样就连带着哥哥妹妹都得被迫依附于他吗 好不甘心 但现在真的好困 十年前兽神战场上 飞清飞故的大哥就出江凯还有妹妹 他抱着江凯不断奔跑 就算时隔十年 江凯还清晰记得那一幕 大哥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 千万不要睡过去 要努力保持清醒 大哥哥一定会把你们从战场上救出去 往事重现倒海让江凯身体一震 原本已经昏过去的他缓缓抬起头来 我怎么能想着放弃 大哥当初在兽神战场拼死救下我和妹妹 所以我又怎么能在这里倒下 不然 一道极致霸道的气息从他体内弥漫而出 然而下一秒 一个让人震惊的画面出现 黑猿把江凯扔进嘴里 随后仰头一口蹲了下去 最后满意的咧嘴 发出节节节的怪笑声 可就在这时 狂暴的能量从口腔内爆发而出 他原本无法造成伤害的黑猿 砰的一声脑袋炸 如同坦克般的身体瞬间无力砸向地面 提示弹出 成功击杀一只二十级土属性精英距离黑猿 只见江凯丹西跪地出现在黑猿尸体前 他果然成功了 虽然土元素黑猿体表防御高 但体内口腔的防御就另当别论 只要攻击他口腔内部 就不需要李贵穿透防御 就像当初破皮狼王一样 他忍住剧痛咬牙起身 但脸上抑制不住露出笑容 精英宝箱就归我了 半个小时后 随着洞口最后一只黑猿倒地爆发出阵整欢呼声 他们还不忘感谢江凯 多亏了他迎走一只 不然我们还真拿这些黑猿没办法 那小子肯定也挂了 我们还能少一个人分宝箱 走吧 宝箱可都在里面等着我们了 待到他们踏进洞内 众人顿时齐齐停下脚步愣在原地 怎么回事 宝箱呢 精英宝箱怎么没了 小嘎嘎颤嘗微微开口说道 老大 我想起来了 刚才在战斗的时候 我好像看见那小子偷摸进山洞了 我以为我当时是看错了 我不觉得他能独自一人 面对黑猿还能活下来 眼看宝箱没了 所有人怨声四起 队长 虽然现在宝箱没了 但您答应的工资还是要给我们啊 小嘎嘎队长愤怒报了句国粹 原来到最后是我们被那小子算计了 国王山谷另外一边 江凯急速逃离现场好意会 确认甩开那帮人后 还停下脚步查看宝箱 来看看精英宝箱里面有什么吧 咔嚓一声 宝箱硬身而开 紧接着无数装备 还有宝石散发出耀眼的金光 江凯眼神巨变 太棒了 居然有这么多矿池 而且还有装备 发财了发财了 这些东西在鬼性的价值 可比怪物尸体大太多了 固然江凯眼前一亮 在宝石堆里还有一件装备 一双带有火焰标志的手套 他毫不犹豫直接穿戴在手上 能是一脸衣服 力量均得到提升 不仅身体更加轻盈 而且更有力量 他看向远处 从背包拿出野猪短刺试威力 左手猛的向前挥 三只野猪短刺暴射而出 在破空而出的过程中 短刺上附带上一层火焰 见此一幕江凯轻探一声 原来是给武器附着普通火焰的装备吗 在鬼心上 火焰有很多种 特殊的火焰能在战斗中 给对手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而普通火焰伤害很低 几乎不能拿来战斗 鬼心上 特殊的火焰能在战斗中 给对手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而普通火焰是给怪物挠痒痒 几乎不能用来战斗 只能用来照明或是烹饪食物 江凯长探一声 难道这玩意以后只能用来烧烤了 就在这时 树林里连续传来怒吼声 紧接着手中腕表不断响起危险警告示 四头十八级土元素精英 距离黑猿红着眼出现在江凯面前 江凯连连后退拉开距离 这些距离黑猿实拍是首套的攻击给击中了 刚刚对付一只土属性黑猿都陷入苦战 现在一下子来了四只 只能像之前弹掉的那只一样 专注于他们的口腔攻击了 下雨 让他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 黑猿的反应极快 在攻击落下的前一秒机制的闭上嘴巴 所有飞刀撞击在牙齿上全部被弹开 一势随之弹出 无法穿透防御 造成的伤害为零 江凯瞪大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 这几头黑猿居然在遭受攻击时 知道护住嘴巴了 他毫不犹豫直接转身逃离 就算黑猿现在张嘴给他打 手里的追命也不够杀死四只 难道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然而江凯不知道的是 他是手套时 野猪短次附带的火焰攻击 落在黑猿身上 虽然伤害不高 但盛在持续性 带到他反应过来 黑猿身上的火苗已经开始扩散 此时黑猿惊慌失措 疯狂拍打身上不断扩散的火焰 不然他猛的瞪大眼睛 无尽的火焰冲天而起 炽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仅是刹那火焰就将黑猿整个淹没 这还没完 黑猿庞大的身体倒下之后 狂暴的火焰依然在不断释放伤害 这一幕连江凯自己都看呆了 更何况是余下的三头黑猿 他们瑟瑟发抖 呆呆看着自己身上的小火苗 开始逐渐扩散 下一秒轰的一声巨响 刺虐的火焰同时爆发 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火焰 巨大的余波 甚至将江凯逼得连连后退 他看着前方横七竖八的尸体 满脸不可置信 怎么忽然全都死了 急事弹出 成功击杀四口土元素 精英距离黑猿 江凯似乎想到什么 刚才好像看见火焰的伤害 同时变成了两千点 他一边收集尸体 一边撕死 这两千的伤害 不就是死的二百倍 难道说这手套打出的普通火焰 也能完美继承二百倍暴击伤害 并且还能让火焰扩散 造成群伤 要知道普通火焰的威力虽小 但只要怪物没有补号 那伤害就能无视怪物忙碌 每秒能烧两千点伤害 直接就可以化身火焰法师 简直又是一件专属神器 而且还是群伤的 想到这他嘴角露出残忍的 如果已经不用再担心穿透问题 那岂不是可以横着走啊 就在当天晚上 国王山谷森林深处火焰滔天 距离黑猿们见证他们原生的至暗时刻 他们从没见过 只用普通火焰就能把他们当成牛蛙烤的人 也没见过一个只要看到带有血条 就全部都不放过的恶魔烧烤师傅 方圆石里寸草不生 宝物不留 他是职业赌徒 如今化身火焰法师 在国王山谷疯狂涂路 黑猿们见证了他们的至暗时刻 凡是带有血条的黑猿无疑性别 方圆石里寸草不生 宝物不留 第二天 一大片焦土之上 江凯脸上恶魔般的笑容 才慢慢收敛 一个晚上杀了近百头 飞猿终于将等级提升到七级 探险者江凯 职业赌徒 等级七级 力量二十八体质三十二米 结四十八精神力四十八 他兴奋地拽紧拳头 目前手套的火焰伤害在群伤上 也已经是二十级以内无敌了 而且他还刷到十个精英宝箱 加上一大堆黑猿尸体 这波是赚到盆满钵满 突然他轻叹一声 无敌就是劲 一个人在鬼心单刷 还真有些孤单 真怀念和柱子暖暖一起战斗的日子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 不过他们两个有上面座靠山 混得应该要比我好吧 国王山谷另外一边 愤怒中的柱子莫名打了个喷嚏 怎么这里也没有 到底是谁刷光了国王谷的黑猿啊 他们也怀念跟着江凯刷怪的效率 从他们进入山谷 到现在一头黑猿也没碰上 突然身后传来生意 你们两个不许垂头丧气 当初你们之所以能刷怪 是因为在新手试炼区 而对于你们新人目前的水平 这里就是高等级怪物区 那个江凯带你们来这里指不定多惨 我特意腾出时间带你们过来历练 不是来替你们抱怨 与此同时 皇家的猎鹰小队同样疑惑 来到国王谷已经几天 就只找到眼前这几头普通黑猿 这几头普通黑猿还不够我们热身的 皇伟少爷让我们来刹那江凯 简直大财小用 话音刚落 不远处传来吃笑声 一人单杀一只确实不过如此 天剑小队的人看着猎鹰小队 前几天我们还看到一个大神 同时单杀三头距离黑猿呢 众人眉头一紧寻声望去 一人单杀三头又如何 大概对于你们这种低等级的人而言吧 说完 他从万表投影出江凯画像 我问问你们 有没有在国王谷看见过这个人 小达达眼前一亮 他就是我们说的一人单挑三头距离黑猿的大神 达达帅的那种 此话一出引得哄堂大笑 他就一个五级新人 别因为极度就在这里胡说八道 天剑小队也懒得废话转身离开 不信你们就去找找看 我们刚还撞见他要出国王谷呢 闻听此言 猎鹰小队的人均露出病态般的笑容 你们的意思是江凯就在这附近 快走 都在这破地方转了好几天 也是时候给黄伟少爷一个交代 此时国王谷的出口处人满为患 所有人这次来国王谷愣是一头飞猿都碰不到 只能全部人退出山谷等山火熄灭 毒怪物再次刷新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一人刷光所有怪物的罪魁祸首路 三天时间刷光黑猿 等级也提升到十级 还拿下十九个精英宝箱 十级以前 每次提升一级经验都要翻倍 可达到十级以上 每十级升级所需经验就都是固定的 比如十到十九级是28888点 而二十到二十九级所需的经验值 才会再次上升 就在这时 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 江凯你给我站住 长头鹿尾那么多天 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 这是皇家玄武功会的精英级猎鹰舞队 银长人都闻风丧板 唯有江凯丝毫不惧 他冷冷盯着对方 你们是皇家派来找我的吧 小嘎嘎抽出腰间配件 你在新手试炼中得罪谁还记得吧 就你这小卡拉米 也敢惹皇伟少爷 今天我们就是来要你的命 你也不要怪我们 是皇伟少爷给的太多了 江凯快速后撤 新手试炼是皇伟先动的手 我只是反击 既然你们为了利益是非不分 那我也不必留守了 话音刚落 黄豹的能量一骂而出 同时手臂猛的向前挥 不把追命猛的射向小嘎嘎 然而猎鹰小队众人反应极快 只是微微侧头就躲过攻击 只不过江凯的目的已经达成 非刀所附带的火焰效果 已经落在他们身上 一旁观战的人投去比的目光 猎鹰小队所有人同时动手 我还以为对方有多强呢 这种火焰是要给人家点烟吗 江凯别嘴一笑 我这火苗现在的伤害是低了 但要是能让这伤害翻倍呢 仅仅三秒 小嘎嘎就察觉到异样 第一次暴击触发 轰的一声巨醒 无尽的火焰冲天而起 刹那间爆炸就将其淹没 紧接着渤海中暴击不断触发 歇斯底里的惨叫声响彻全场 小嘎嘎脸色苍白 这普通火焰的伤害怎么那么高 他们瑟瑟发抖 看向自己身上的小火苗 下雨 冲天的火焰再次爆发 巨大的痛楚让他们仰头怒吼 这还没完 剩余两人同样触发暴击 爆炸声不断响起 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火焰 一事弹出 探险者江凯团灭猎鹰五队 可掠夺队伍经验 江凯如同杀神一般 缓缓走向几人 既然你们非要赶着给我送人头 那这份孝心我就收下吧 开始掠夺经验 此时围观人群都惊讶得 合不容嘴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可都是二十级的 顶配精英队伍 一瞬间就被这小子团灭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物 为什么连万表 都无法评估他的属性 不然小嘎嘎脸想到什么 难道他用了什么道具屏蔽 外人探查的活法大神 对于旁人的目光 江凯毫不在意 他看向经验条 长呼一口气 从猎鹰武队身上掠夺的经验 让他连生两极 他默念召唤智脑 那些人为什么都查不到我的属性 智脑也立即给出解答 因为赌徒的加倍 天赋增加了太多额外属性 导致和同级别的人属性相差太多 才造成外人的万表无法评估 文婷此言江凯冷哼一声侧目 看向身后众人 外人探查不到更好 省得被人眼红给盯上了 鬼心圣药成物品交易处 江凯第一时间 就是要出售这几年的收获 我想出售打到的装备 麻烦您算算值多少钱 工作人员看到是新人 露出不懈的表情 就你这穷酸药 能有多少东西卖 下一秒 他就瞪大眼睛 密密麻麻的 距离黑猿的尸体卡片 出现在江凯深情 见对方愣在原地 江凯别子一笑 这只是第一批 话音刚落 又是一大堆卡片出现 这是我打到的19个精英宝箱 他探出头来 请问还能看到我吗 这位工厂出来的吗 别人都是按个头卖 他怎么是论批数寿啊 他连忙晃了晃脑袋 老娘是这里的宵冠 今天你找我算是找对了 这是无数距离黑猿的尸体卡牌 这是江凯扫荡 整个国王山谷所得到的宝箱 计算器的劈啪声不断响起 经过一番统计 宵冠看着单具双手指不住颤抖 这是他从业多年接到的最大单子 这位大客户 您的尸体卡牌值1万鬼星币 而精英宝箱里面的东西值17万 换算下来就是180万 江凯扫交易所出来后 嘴角忍不住扬起 现在他大哥的医药费已经够了 和魏英的赌约也算完成 而且也不用加入他们 就在他满心欢喜 想直接回蓝心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上次我推荐你去国王谷 没错吧 你应该收获满满 还宰了几个没礼貌的家伙对不对 江凯点了点头 你的建议确实帮了我大王 文言小神棍露出笑容 那能不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我想加入你的队伍 请让我今后和你一起并肩作战好吗 话音刚落 江凯直接转身离开 小神棍也没有过度纠缠 只是默默低下头长叹一声 果然还是这样 被上面定义为没用的角色 怎么会有人要 他冲着江凯大喊 我知道你喜欢免费的东西 你要我身上的装备吗 免费送你 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来鬼星了 江凯停下脚步回到小神棍身前 你说最后一次 你应该也是穷人吧 不想继续在鬼星上赚钱了吗 小神棍有些不好意思 他也想在鬼星赚钱 可是赚不到 毕竟没有队伍会要一个 只能在战斗中算卦的人 当初上面的人 判定风水师是强力职业师 我趁着扶持的风口 顺利升到二十级 并转职成算命先生 但风水师出使天赋 只是对天时地利人和感知强一些 而转职后 也只是多了个算卦技能 之后上面的人发现 算命先生毫无实战技能后 就放弃扶持力 而这个职业也因为太弱 没人愿意赌队 等级就一直指护不前 没人带队打怪 我也只能每天在鬼星上混日子 如果回到蓝星当拾荒者 干苦力什么的 至少不会坐吃山空 江凯有些同情看着他 自己的大哥就是干苦力 我把身体要坏的 你一个女孩子是扛不住的 小神棍冷笑一声 扛不住又怎样 地球上我还有弟弟妹妹 家里就我一个顶梁柱 我可不能扛不住啊 忽然江凯眼前浮现出大哥的身影 他大哥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 想当初大哥也是这样 本想在鬼星发展 立志日后打击受人 但在收养他们后 怕没人照顾 于是放弃了鬼星的机会 直到最后身体被凹垮了 小神棍的声音将他思绪拉回 我的装备你要吗 要的话我去寄存处取出来给你 我要回去面对生活了 这次得永久下线跟鬼星说拜拜了 江凯连忙将他叫住 下次吧 我叫江凯 我现在也要下线 但不是永久那种 下次上线还能见面 我们就组队吧 我说到做到 要是骗你就让我一辈子都赚不到钱 文婷此言 小神棍满脸通红愣在原地 双脚开始不停颤的 这个人那么扣 那么在乎钱 敢说这样的话就一定是真的 他一把扑向江凯 谢谢 你果然是个好人 鬼星币是鬼星上的通用货币 价值是蓝星币的十倍 江凯这趟国王谷之行 整整赚了十八万鬼星币 也就是一百八十万蓝星币 他走出交易大厅 瞬间觉得空气都是香的 不仅大哥的治疗费 和卫英的对赌也完成了 蓝星江凯同户区居所 江凯一脸得意看着大哥和小妹 从今往后你们就不用上班了 我养你们 明天我就安排大哥做手术 至于小妹就会学校好好学习 大哥突然哽咽开谱说道 小凯 这段时间很辛苦吧 江凯挠了挠头 比起大哥把我们两个孤儿养大的辛苦 我这点是根本不值一提 放心 之前一直都是你操劳 但现在我有能力了 就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说着三人同时举杯大喊 作为漠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干杯 就在这温馨的时候 卫英不合时宜打来电话 江凯老弟赌约是你赢了 但现在有时间吗 待会我会派人来接你记得过来 圣耀国安全区外兽神战场 江凯来到这里不禁轻叹一声 小时候他居住过的城市已经破烂不堪 他看向卫英 不知道为指挥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情 没等卫英回话 地面上传来剧烈走动 只见不远处一座座大楼接连倒塌 一头体型庞大的野兽嘶吼着发动冲锋 然而三名人类紧随其后 左脚猛的一灯 三人一跃而起 开始全力加速 江凯咽了口破目 那是超凡者在和兽神战斗 目前鬼星的探险者 每二世纪为一个分水岭 一共分为六个阶段 其中一到八世纪的探险者 虽然进阶转之后能变强 但力量都仅限在鬼星上使用 左脚再次猛的一灯 暴虐的气息从三人体内爆发而出 眼看对方发动攻击 兽神张嘴喷出一道能量波 可强大的能量波被超凡者轻松倒下 眼前这三名超凡者不一样 因为当探险者进入81-120级的阶段 就能发生质变 原本只能在鬼星上才能使用的力量 就能带回蓝星使用 这超现实力量的出现 不仅是人类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 这也是当今人类对抗兽神的最有效手段 就在这时兽神攻击结束 三个超凡者同时高举手中武器冲向兽神 管如雷霆一闪而过 三人的攻击瞬间洞穿兽神 见此一幕 江凯兴奋地拽紧拳头 不愧是超凡者 真的好强啊 身旁的魏英冷笑一声 这样就很强吗 你可知道 这只是一只普通的兽神 但就为了解决那家伙 我们已经牺牲两名超凡主 闻听此言 江凯瞪大眼睛满脸不可置信 江凯 如今人类的形势并不明 你别在安全区生活久了 就忘了居安思危 这次赌约是您了 我会遵守约定不抢求你加入 皇家那边我也出面叮嘱皇家人别动 他看出江凯的疑惑 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关注你 因为我这人相信直觉 我的直觉到所 你或许能成为强者 未来或许能强大到整个圣耀城都需要你的力量 但我知道你在这个末世 只想保护你的家人 毕竟家人我们就要上战场 而战场也确实危险重重 但天下心亡体肤有责 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战死沙场 但作为一个圣耀国的人 若能做到魏国 为你们而死 我心甘情愿 江凯 我不干涉你的选择 但若是未来圣耀城处于危难之中 我只希望你能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要为圣耀国而战 这是一个需要与巨兽战斗的末世 人类登陆鬼星探险 虽然在一到八十级之前 能力仅限在鬼星使用 只需将等级提升到八十一级 就能将获得的力量带回蓝星 魏英对江凯的执着 源自于他的直觉 直觉告诉他 江凯日后会成长到 整个圣耀城都需要他的力量 之后江凯在蓝星休整数日后 才再次登陆鬼星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魏英会这么看好他 自己真的能强大到被圣耀需要吗 他晃了晃脑袋抬起手上万表 还是先管好自己吧 广古距离黑猿没挑战性了 也该去刷下一个怪物 精英级怪物幽灵女妖 伤害极高能秒杀探险者 攻击带有破胆效果 并拥有幽灵体质 破胆 女妖的尖效能使十米内的探险者无法移动 产生强烈恐惧 幽灵体质 只有来自十米范围内的攻击 才能对女妖造成伤害 江凯梅多解剖 好强的怪物 十米内会被破胆秒杀 但十米外又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他长叹一声 这怪物比起巨猿要棘手得多 看来还是得找点队友才行 伪心圣要成广场 小神棍从江凯上次下线 就一直守在原地等待 江凯满是惊讶 你该不会真的一直在这里等我吧 见到来人是江凯 小神棍激动的连蹦带跳 我等你好多天了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接下来是不是要带我去打怪 我给你找了个很厉害的队友 我算出他会对我们打怪 很有帮助的要不要 闻言江凯连连点头 他刚刚就在想要找几个队友了 一个神棍帮不上忙 现在不要来的酒鬼就行 就在这时 一旁的小胖子 肝脏挠了挠头 你好 我是酒鬼 话音未落江凯转身就好 套你猴子 真的是怕啥来啥 小神棍嘴角抽搐 这队长还是这么现实 他朝着江凯大喊 你就带上他吧 他吃苦耐劳 可是听话的 而且还会给你烧火做饭 垂腿捏肩 甚至他说只要你肯带上他 他愿意不要任何战利品 江凯猛的瞪大眼睛 不要任何战利品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下一秒 如同顺身般千奇小胖子的手 你好 我是队长江凯 我刚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是个人才 今后你就是我队伍里的重要一员了 作为队长 我今天就义不容辞 带你们去刷幽灵女妖 国王谷精英怪物 幽灵女妖地界 一只瘦骨如柴的手从房内伸出 一股阴森的气息扑面而来 紧接着怪物从房内走出 嘴里还不断发出节节节的怪笑声 精英及怪物幽灵女妖 等级二十 江凯一行人默默躲在石壁之上 观察着女妖的动向 他沉声说道 女妖可是比黑猿还要强上几倍不止的怪物 一旦暴露就会被秒杀 大家行动千万要小声一点 而且只有十米内的攻击才能伤到女妖 所以必须保持安静 找机会接近 可话刚说完身后 便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 两人寻声转头望去 只见胖子已经喝得鸣鸣大醉 一边打汗还一边大汗 江凯顿时身体一颤 连同远处的女妖也是一个机灵 带到她们反应过来 女妖已经来到面前 没得她们做出下一步动作 女妖已经张开大口 强大的气息叙事待发 两人吓得一脸铁青 这一瞬间 江凯已经把小胖子全家问候了一遍 小文贵 你不是说胖子的加入对打怪很有帮助吗 或得发动 一股极致霸道的气息弥漫而出 声波攻击 三人只觉得脑袋一阵轰鸣 提示弹出 状态异常 破胆低暴的声效 一时间两人身体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妖不断靠近 在两人不知所措时 女妖整个身体已经扑了上来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胖子的声音 哪里来的美人 请问是来找我的吗 下一步 胖子肥胖的身体 如同炮弹一般射向女妖 她扑倒女妖 嘴里不断留着哈喇子 觉得一定是命运让她们泄吼 胖呼呼的手摸上女妖的脸庞 看得女妖自己都一阵发麻 与此同时 江凯和小神棍的破胆效果被解除 江凯连忙抽出九节追命 现在是女妖的破胆冷却时间 必须趁她发出第二次攻击前 赶紧解决 二十级精英级怪物幽灵女妖 十米范围内能秒杀一切 十米外又不能对其造成伤害 这样无敌一般的存在 却被酒鬼胖子肆意揉捏 江凯抓住机会拿出九节追命 在女妖第二次发动破胆之前 必须要解决掉她 鬼眼专注 鬼眼飞排同时发动 九把飞刀禁术而出 在破空的过程中 匕首被附加上一层火焰 全部落在女妖身上 小胖子红着脸 嘟着嘴吻向女妖 嘴里还不断嘟闹 就让你我来个深吻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老婆了 突然呼个一声巨响 防爆的火焰冲天而起 爆炸的余波 甚至将小神棍先飞 带到火焰熄灭 跟黑原领地一样 冒起滚滚黑烟 小神棍一脸崇拜看着江凯 她没想到自己的队长虽然等极低 但居然可以秒杀精英女妖 可怜的胖子却哭丧着脸 我家老婆呢 她艰难爬起身 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你们两个小卡拉米 居然把我刚娶的老婆给炸了 那可是我此生唯一的爱 失去她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 小神棍凑到江凯身边 她是酒鬼会忍不住喝酒 而且喝酒之后有神丑倾向 我先去那边给你拿女妖的 精英宝箱和尸体卡 江凯回忆起刚才小胖子 同样也中了女妖的破胆攻击 但她为什么没被技能影响 而且还能进行反击 酒鬼最被人嫌弃的一点 就是喝醉后会意识失控 但看似致命的缺点 却能无视女妖的破胆技能吧 想到着她嘴角露出残忍的无度 这样的话 就能用胖子来骗出女妖的破胆技能了 就在这时 小神棍抱着尸体卡 还有精英宝箱回到江凯身旁 看到江凯邪恶的样子 不由打了个冷战 女妖领地另外一处小屋 又是一头幽灵女妖 不断发出圣人的低音声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再进入十米范围内 女妖就察觉到来人 只见江凯一声令下 小神棍弄地甩出手中绳子 胖子宛如坦克般的身体 再次扑向女妖 嘴里还不断流着口水 又有心美人了 女妖的反应不快 破胆尖笑发动 无法防御的声波攻击对准胖子 然而令女妖震惊的一幕出现 小胖子对她的技能完全无视 胖子再次不倒女妖 美人 你怎么看到我就张开大口 是不是缠我身子 正巧我也缠你 遇见你我又爱了 恶魔般的江凯等到胖子 骗出技能扑倒女妖 才进入攻击范围 酒把追命再次启发 落在女妖的身上 同样亮起小火苗 又是雍雍一声巨醒 无尽的火焰再次冲天而起 刹那间整个身体被火焰淹没 一势弹出 探写者江凯成功击杀精英 及幽灵女妖 两人兴奋地攥紧拳头 行得通 趁胖子还没酒醒 赶紧去刷下一个女妖 只有胖子一人在风中凌乱 你们两个小卡拉 又把我老婆给炸飞了 我要画圈圈诅咒你们 就这样 在距离黑缘之后 轮到幽灵女妖 度过最黑暗的一晚 森林中冲天火焰不断亮起 而胖子再一次次爆炸中 不断被轰飞 两人不断收割精英级宝箱 只有胖子躲在角落暗自流泪 他的第24位老婆 又被江凯给炸了 发面一转 又是爆炸声响起 胖子歇斯底里 不要啊 请你们放过我的第36个老婆吧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依靠胖子一个晚上 就收获36个精英女妖本项 直接把国王谷的女妖 都给刷完了 这效率做梦都不敢想 而且在击杀完36个精英女妖后 江凯再次连升两级 等级已经来到14 而付出的代价 仅仅只是一个心碎的胖子 小神棍算出胖子 对战斗有用果然没错 胖子的职业是鬼心上最废的酒鬼 却是幽灵女妖最大的克星 江凯发现这个致命弱点后 发出结结结的怪笑 因此整个女妖地界里的怪物 跟黑猿一样经历了最黑暗的一晚 经过一整晚的奋战 江凯连升两级 等级来到14 不仅获得36个精英级宝箱 还在女妖小屋内 收集到两张可额外学会一个技能的技能卡 奇语术 给精神力强的人使用 可施展大范围的暴雨 地形合适时 高等级强者 甚至能凭空造出湖泊和河流 在实战中起到奇效 他将技能卡递给小神棍 你都29级了 精神力应该比我高 这个技能就给你学吧 小神棍激动的浑身颤抖 终于有除了算卦之外的技能了 终于不再是战斗中指挥算卦的人了 他直接跪倒在地不断给江凯磕头 以后您永远是我的大哥 请受小弟一败 江凯微微一笑 整个心思都在手上的另外一张技能卡上 隐藏职业的一次性技能点 此技能点使用时 能激活隐藏职业的一个额外技能 但额外技能只能使用一次 使用后消失 江凯毫不犹豫默念激活 虽说只是一次性 但若是隐藏职业才能激活的技能 那就必须试试看 下一步 智脑凭空显现 恭喜隐藏职业赌徒激活额外技能赌场爬窃 当赌场爬窃开启后 周围没有一个探险者关注到赌徒 赌徒都将窃取到关注者千分之一的总属性增加到自身 30分钟后技能和增加的属性都将移除 江凯看向智脑冷冷开口 技能效果就只是这样 这么珍贵的一次性技能 只能窃取别人千分之一的总属性 自己现在也才200多的总属性 算下来也就窃取0.2 根本起不到什么效果 与此同时 胖子终于酒醒 他默默摸了下胸筒 我刚才是睡着了吗 为什么会有种心痛的感觉 小神棍咧嘴一笑 鬼星第一情统 你忘了昨晚痛失36个老婆了吗 话音刚落 记忆碎片开始重组 自己接连扑倒女妖的画面出现在脑海 下一秒胖子为你翻江倒海 阁夜才顿时清晰而出 他痛不流涕 是我给队长拖后腿了 我是酒鬼总是会忍不住喝酒 你要是对我不满意 我可以马上离队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一幕出现 江凯不仅没有赶走他 还拿出一件装备 你可是昨晚的大功臣 要是没有你 我们都不知道要被女妖秒掉多少回 这件装备归你 闻听此人 胖子喜极而泣 但他不敢接过装备 因为入队前就说过 只要经验不要装备 打着吧 我说什么都不会亏带队 而且并不是指给你 小神棍也有份 小神棍顿时瞪大眼睛 江凯不仅给他一个新技能 现在还要给他装备 这就是小神棍此时眼里的江凯 向来遭受排挤的两个人眼犯金光 没想到一个神棍 一个酒鬼也能有这样的代言 他们对着江凯连连磕头 队长 今后我们就跟定你了 我们生是你的鬼 死是你的死鬼 从幽灵女妖领地出来 江凯第一时间来到鬼心物品交易处 在消灌统计下 这次江凯的怪物尸体卡 和宝箱的总价值 达到84万的鬼心币 江凯兴奋的握紧拳头 这么说就是840万蓝心币 这下大哥 还有小妹今后的生活花费 全都够了 不仅如此 卖完战利品 江凯还给自己留下两件装衣 一件是暗夜长裤 和之前的暗夜披风式套装 S级装备暗夜长裤 可在夜间进入三分钟隐身状态 第二件是幽灵吉甲 可以在关键时刻虚化 用来阻挡致命攻击 A级装备幽灵吉甲 每10分钟可以发动一次虚化 免疫一次物理攻击 还有手套的效果也鉴定出来了 手套的火焰效果 确实能继承暴伤 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神器 F级装备纵火犯手套 可让武器附带普通火焰 和范围点燃效果 继承使用者 以及武器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 以及之前 现在的实力强了不止一星半点 就算是和20级以上的探险者对战 也有信心 必胜 F级装备暗夜长酷 可在夜间进入隐身状态三分钟 A级装备幽灵吉甲 每10分钟可以发动一次虚化 免疫一次物理攻击 F级装备纵火犯手套 让武器附带火焰和范围点燃效果 继承使用者 以及武器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 现在的江凯要比之前强上很多 就算碰上20级以上的对战 也有把握必胜 看着属性又暴涨 一大截他满一点的点头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声音 对吧 你的追命我给你改造成功了 具体效果难以言喻 总之你先看看效果 话音刚落 胖子手臂猛的一挥 一把追命急速朝着江凯射去 江凯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胖子你做什么 不就炸了你36个老婆 还记仇了吗 下一秒 让他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 追命在他面前突然停下 胖子大喝一声操控追命回来 同时将手中木桩朝前扔去 没等江凯反应 眼前的追命又折返回去 而且在折返的过程中 将木桩一分为二 随后又再次回到胖子手中 他来到江凯面前 队长 我看你战斗的时候 经常要去紧追命 我觉得太麻烦了 所以帮你在上面加了强力磁石 现在你打出去以后 就能靠磁石把追命吸回来了 而且被吸回来的追命 在飞行中也能对物体造成伤害 闻言江凯大喜 这样子的话 以后战斗就不用担心 手里还剩多少把追命 胖子我发誓 除了你的职业 你绝对是个天才改造师 就在此时 身后轰的一声巨响 一道闷雷猛然劈下 上一秒 原本晴朗的天空 顿时下起大雨 胖子看向江凯 队长 你在骗我的是不是 过远处的小神棍扑斥一笑 是我弄的 我初步学会奇语术了 虽然感觉好像没啥用的样子 但还是很开心 江凯不以为然 你这技能怎么会没用 你看这些人都因为你在作语 如果你能让你再大意 大到严重阻碍敌人行动的话 那敌人就能成为我的伙伴 到时我想秒谁就秒谁 听到这小神棍又被打得激起 没想到我能这么重要 那我一定会努力练习奇语术的 见此江凯会心一笑 不仅是他 连胖子和小神棍都变强了 路上行人匆匆 嘴里还不断骂骂咧咧 这都是什么破语啊 这要带去远动岛的装备全给淋湿了 待会皇家怪罪起来该怎么办 听到皇家江凯猛的瞪大眼睛 他连忙开口询问 三位大哥 请问你们说的皇家是有什么事情吗 几人寻声看向江凯 你家里是没网络吗 皇家玄武功会要带二十万人去勇动岛狩猎王级boss 打赢boss可是能帮蓝星扩大在鬼心的领土 所以除了皇家 还有很多其他看险者来帮忙清剿怪物 天下星王匹不有何 这么重要的消息都不知道 江凯愣在原地 皇家要为蓝星狩猎boss 难道皇伟也会去吗 如今兽神在蓝星肆虐 每个国家都只能从鬼心获取资源回去对抗兽神 但鬼心资源都被各种boss占据 只有打败boss 国家才能开辟新的领土获取资源 而鬼心上的怪物从低到高分为普通级 精英级战将级统领级王级boss地图boss 最后是守卫之主 其中王级boss就需要集合几十万人 才能与之一战斗的恐怖怪物 而皇家居然要带领玄武功会 为国征战做贡献吗 难道皇伟一家改邪归正 成为为指挥说的那种心怀天下的人吗 还想起卫英的话 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 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 江凯握紧拳头 那自己是不是也该去涌动岛出一份力呢 这是末世后才出现的鬼星 这里拥有着无数资源 却被各种boss占据 只有将其击败 人们才能开辟新的领土获取资源 江凯想起卫英的话 天下心王匹夫有责 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 去和那帮怪物战斗 他握紧拳头 既然同胞们准备开疆拖拖 那自己也该前往远动岛出一份力吧 只是怎么也想不到 永动岛气温极低常年大雪纷飞 果然冲动就是魔鬼 三人再没有准备任何防寒装备就来到这里 忽然一刀怒喝声响起 你们是哪队的小卡拉米 不知道没开战之前湖面上不能行走吗 众所周知永动岛下方是怪物的巢穴 你们这样在冰面上行走 不知道会惊动下面游荡的愚人吗 这个事情江凯三人还真不知道 头脑一热就直接来到岛上了 就在这时 冰面上开始剧烈的动 地面顿时出现一个坑洞 四周军列出蜘蛛网般的猎文 二十二级怪物 双足鱼人 江凯拉上二人连忙后退保持安全距离 见此一幕 小嘎嘎咧嘞嘴一笑 三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二十二级的鱼人 需要人均二十级以上的队伍才能队 而且鱼人擅长近身攻击 一旦被鱼人近身缠上 那几乎就是必死的局面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江凯不但不退反进 挡在胖子和小绳棍身前 幽灵排甲虚化发动 鱼人的攻击落在江凯站立的位置 可原地就只剩下一道残影 江凯原来只不过是一条杂鱼而已 呼的一声巨型 暴虐的火焰冲天而起 炽热的气息充斥整个战场 小嘎嘎瞪大眼睛满脸不可置信 这家伙不仅躲过鱼人必中的近身攻击 而且需要人均二十级的队伍 才能解决的二十二级鱼人 被他一个十几级的秒杀了 江凯咧嘴一笑 活动下筋骨之后果然不冷了 他扬了扬手指 召回九节追命 现在他的力量是76点 只要触发暴击最低 都有15300点伤害 而且这还没算上追命的暴伤加成 但就算只根据最低暴击伤害去保守估计 目前这伤害放在二十级左右的阶段 不管是怪物还是探险者 全都扛不住一下 戴上胖子和小神棍 还是有其作用的 不用自己动手 他们已经将鱼人尸体卡捡回来了 他看向小嘎嘎 三位大哥 请问你们知道黄伟在哪里吗 三人一脸谄媚 大神您这什么话 我们哪三大哥 我们是您的小弟 正好我们知道黄伟少爷在哪里 这就理名指路 永动岛某处树林内 江凯按三个小嘎嘎指引的方向来到这里 为了不让胖子和小神棍掺和他和黄伟的事情 他没让两人一同前来 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江凯寻声望去不由露出笑容 黄伟 知道你要为国陶伐报告后 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放下恩怨 我也愿意在永动岛上贡献一份力量 没等他把话说完 一道剑光映射在脸上 凌厉的剑气滑布空气某个披下 卵石飞剑灰尘生疼 江凯连忙侧身阻壁 同时对着黄伟大喊 你做什么 我是来跟你和解的 文婷此言 黄伟冷笑一声 你杀我在先 害我做了那么久的心理治疗 现在你居然跟我说和解 本以为这个富二代改邪归正 心怀大义为国开疆拓组 江凯并弃前嫌来到永动岛准备出一份力 其料对方根本不想和解 手中聚剑猛的麾下 顿时碎时飞剑灰尘生疼 江凯 你杀我在先 害我做了那么久的心理治疗 现在你觉得我会同意和解吗 知道上次被你当众击杀 我有多想找你复仇吗 但上面的人下令不许动 于是我主动参加讨伐王级BOSS的战役 就是想用这份功劳 来要挟上面的人别再保护你 但我没想到你会主动找上门来 反正大战在即 我也可以先把你宰了 再拿下BOSS的军功去上面那里抵罪 江凯快速后退躲避攻击 他没想到皇伟讨伐BOSS的目的 仅仅是因为自己 没想到皇伟依然是那个卑鄙小 他的眼神变得冰了 你想杀我的话 我劝你们还是一起上 毕竟你们练鸣舞队 可是被我一人团灭的 此话一出众人大笑 你能团灭练鸣舞队 肯定是上面的人暗中保护 我们少爷一身S级装备 虐女绰绰有余 突然小嘎嘎瞪大眼睛 怎么回事 这小子和少爷同期 怎么这么快就到十四级了 就在这时 在他们前方轰的一声巨响 无尽的火焰冲天而起 炽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剧烈的爆炸刚刚响起 火焰中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不断传出 这一幕彻底震惊了所有人 他们想不明白 明明看到的是普通火焰 但为什么伤害那么高 江凯冰冷的声音传来 你们少爷死定了 如果不想像他一样 就快给我滚 没等江凯把话说完 一只焦黑的手 从火焰中探出 皇伟没被秒掉 依靠顶级装备 锁住最后1%的血量 不让他直接死亡 他冲着小嘎嘎大喊 你们傻站着干嘛 快替我去宰了他 江凯深吸一口气 还想继续送人头吗 正好拿你们试试 加了强力磁石的追命 他不断打出攻击 手中九把追命尽数而出 令小嘎嘎没想到的是 所有飞刀 没有一把命中他们 小嘎嘎碎了一口 倒得花里胡哨 结果没一把打得中 不会是看到我们都 三十几左右开始手抖了吧 江凯嘴角露出弹忍的弧度 抬手勾了勾手指 下雨 陆卓强力磁石的飞刀 快速飞火 精准射中小嘎嘎后背 飞刀上夹杂的小火苗 不断蔓延到全身 刹那间肆虐的火焰 将其整个吞没 所有人瑟瑟发动 怎么也想不明白 怎么还有会飞回来的飞刀 而且就十几级的小子 怎么一击 就将三十二级的队长给鸟了 此时江凯已经杀红了一颗 他顺身搬来到小嘎嘎身后 再次勾了勾手指头 召回追命 小嘎嘎丝毫反应不过来 背刀扑斥一声刺中腹部 在他惊恐的目光中 小火苗同样急速迫载 紧接着剧烈的爆炸声 和小嘎嘎的惨叫声同时响起 在场的人均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恐惧 正打算回头时身后传来怒咄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 他擅长远程攻击吗 一起上 你们两个三十级一起进 他身不就行了吗 黄伟心里猜测江凯 一定是远程攻击的刺客型职业 伤害虽高 但只要被禁身就是一个脆皮 就当他沾沾自洗的时候 身前剧烈的爆炸声再次响起 黄伟目瞪口呆 如果说之前对他的攻击是灾难 那么眼前现在的一切就是毁灭 江凯一步步朝他靠近 他冷哼一声 你说一个小嘎嘎 和一群小嘎嘎有什么区别 S级纵火犯手套 外加S级九级追命 江凯一路砍瓜切菜 每次挥出飞刀必有火焰生腾 必有小嘎嘎陨落 黄伟脸色极为难看 他不明白 明明等级差距那么大 江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江凯如同杀神一般一点点靠近 原本想着黄伟改邪归正 不论以前怎么对不起 他们家都一笔勾销 但眼前的家伙实在太让他失望 是铁了心要跟自己不死不休 他拘刀零下看向黄伟 听说你上次被我杀出心理阴影了 那这次干脆让阴影再大一点点吧 恐惧让黄伟丝毫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看着攻击不断落下 下一位 惨叫声响撤整个森林 没有将其一击毙命 而是让他慢慢感受疼痛 直到几分钟后 雪白的雪地被染红了一大片 江凯看着数据面板不禁敢看 还是击杀探险者经验多 就四个三十级左右 外加一个小嘎嘎就升到十七级 就在这时 让他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 面板上弹出警告 由于击杀超过十个同阵营的冒险者 获得嗜血杀手惩罚 处于该状态时 将被周围所有玩家察觉到所在位置 嗜血杀手被击杀时 被掠夺的经验将提升至三倍 使用十滴忏悔之类 可消除嗜血杀手状态 见此一目 江凯目瞪口呆 这个称号不是鬼心上人 见人打的严重惩罚吗 得到这个惩罚的人 相当于变成一个 所有人都能感应到位置的 移动经验包 而且加上自己的加倍天赋 得到的奖励或惩罚 都将触罚双倍效果 并有1%概率触罚超级加倍 所以要是倒霉一点的话 那死一次有可能被掠夺 三十倍经验 甚至有可能一次被掠夺回一级 想到这他连忙掉头往回跑 接下来千万不能去人多的地方 得想办法找到忏悔之类 消除这个状态 涌动到皇家驻扎地 小嘎嘎们脸上斗大的汗水 指不住滑落 皇伟的父亲皇通爆发雷霆之怒 他们打着皇家父子三人 一起为官而战的名义 结果还没开始皇伟就隔屁 皇达满脸凝重看向皇通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皇通我们的一拳归下 还能怎么办 直接开战 我们直接去拿下王级boss 等事情之后 我们就能以军功跟上面交涉 到时候我要让那江凯付出最惨烈的代价 半个小时后 涌动到某处 胖子和小神棍发现江凯多了个称号 江凯没时间解释太多 直接拉着小神棍和胖子 准备离开此处 忽然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同时几人停下脚步 战争号角子这个时候响起 难道皇家提前开战了 小神棍瞪大眼睛连连后退 队长快看那边 只见一望无际的冰面上 出现蜘蛛网丹的裂纹 紧接着轰露一声巨响 冰面开始坍塌 放眼望去 不止冰面上 还有冰山上站立着无数只双足渔人 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 这还没完 一道身影从地底猛地窜出 那庞大的身体出现不可思议的速度 来到冰山山本坐下 仅是散发出来的气息 就让人不寒而栗 皇级boss冰封渔人领主 等级未知 当前剩余100%生命值 这可怕压迫感 让远处的三人瑟瑟发的 战场上一道红亮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做好准备 王级boss冰封渔人已经引出来了 此战若是胜利 你们不仅能得到丰厚的报酬 还能帮助圣耀拿下领补资源 让你们的家人在未来免遭受神侵害 所以不管是为了当下还是未来 我们都必须拼上一切来赢得胜利 当剑使离闲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此次王级boss战正式开始 20万伞玩玩家联媚而来 联合玄武工会 想要讨伐王级boss冰封渔人领主 只要成功 不仅立马获得丰厚报酬 还能帮助蓝星拿下领土资源 王红抬手一挥 所有人听我命令 全军出击 话音刚落 小嘎嘎们争先恐后 朝怪物群冲去 生事之后大看的小神棍和胖子瞪大眼睛 20万人的战场 这就是王级boss战马 队长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哪曾想这回江凯法不着急了 只要开战 王家现在就没空管我 我们大可以留下来掌掌见识 战场上的小嘎嘎如同打了鸡血般冲向冰山 就在这时 冰面再次坍塌 又有一头巨型怪物从冰下窜出 25级普通级怪物双族鱼人 见此一目 小嘎嘎吓得合不容嘴 大家别怕 就一条臭鱼而已 我们有20万人直接跟他拼了 没等他把话说完 双族鱼人就已经发动攻击 一股无形的犀利将小嘎嘎吸入口中 咕吱一声 小嘎嘎甚至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变成了渣渣 顿时众人咧刺巨变 他们从没听过还有鱼人会吃人的 江凯躲在石壁后观察整个战场 没想到一只普通鱼人 比起探险者就强上这么多 而且好像数量不少 据说这种BOSS战 只要BOSS不死 鱼人大军就会源源不断出现 所以此战的关键 并不是20万探险者和鱼人大军的战斗 而是跑在前面的那几位超凡者 和领主BOSS的战斗 此时他们八人小队已经出入BOSS区域 所有人都拿出全力 把状态调整到最好 刹那间一股股极致霸道的气势弥漫而出 超凡者出手了 一连串绘色难懂的咒语 从他们谷中传出 随着攻击落下 他们要尽可能对BOSS造成最大的伤害 下一步 轰的一声巨响 刺眼的光芒从领主BOSS头顶亮起 狂暴的力量席卷全场 饶氏早有耳闻超凡者的实力 小神棍和胖子 还是被害得张大了嘴巴 地旁却响起江凯的轻探声 情况好像有点不妙 玉同亮起 鬼眼专注发动 超凡者的技能看似强劲 但通过鬼眼专注看到他们的攻击 似乎连BOSS的防御都没打破 果不其然 阎晨中领主BOSS完好无损 挺接着系统提示音响起 未能击穿防御 看到提示 众人还是不敢相信 居然连BOSS的防御都没破开 手臂猛的向下挥 这一击视如破竹将所有阻碍粉碎 顿时卵尸飞溅灰尘生腾 就连超凡者也无法正面硬扛这股力量 随着小嘎嘎们一起被轰上天空 整个战场哀嚎声此起彼伏 然而这一切 对于领主BOSS来说 热身都不够 在末世 一到八十级的人类 只能被称为探险者 而等级达到八十一级后发生质变 进阶成超凡者 然而八名超凡者群殴等级位置的 王级BOSS冰封鱼人领主 结局却连防御都未能击穿 轰的一声巨响 群人领主发动反击 这一击视如破竹将所有阻碍粉碎 瞬间所有小嘎嘎被轰上天空 强如超凡者也无法正面硬扛这股力量 见此一幕众人顿时傻眼 竟然一击就将八位超凡者给宰了 江凯脸色变得凝重 那么轻松一击就击杀全部超凡者 这就是王级BOSS的实力 就在这时 身穿银色战甲 手持银色长枪的小嘎嘎 快速冲向群人领主 刚刚八个超凡者合力出手 都被一击秒杀 这家伙怎么一个人就冲上去了 众人吓得一个哆嗦 完了 又一个要被秒了 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 一人一兽都发动冲锋 锋利的长枪宛如划布空气 下雨 同样的招式 同样的大吼 两把长枪狠狠碰撞在一起 响起刺耳的金属声 碰撞的能量自二人周身一散开来 眼看二人不相上下 江凯惊讶的合不拢嘴 这家伙究竟是谁 既然接住boss的攻击 连羽人首领也是微微一愣 只听小嘎嘎冷哼一声 小boss 刚才我的队友只是故意以身不死 你不会真以为我们是你能随意一击斩杀的吧 全武功会第一强 超凡者讲放 职业枪兵 话音刚落 一股极致霸道的气势弥漫而出 今天我就代表刚才雨诺的战斗拿下 天赋王者的祝福发动 身边没死去一个超凡者队友 将获得25%力量提升 他的速度快到极致 不让羽人首领反应过来 一闪便消失在原地来到boss头顶 姐姐的发动攻击 蕴含天地元气的一击 静止刺向羽人首领 咕哧一声 羽人首领被划出长长的口子 顿时鲜血四剑 同时提示弹出 击破boss不假 见到系统提示所有人大喜 太强了 那人可以击穿boss的防御 看来这大神有机会击败boss啊 王宫开怀大笑 真以为我们玄武功会没人吗 当才被击败的超凡者 都是我们为了给蒋放提升力量的计划 因为蒋放本就是以一当时的强者 再加上王者祝福提升百分之二百力量后 现在他一人就堪比一只几十人的超凡者队伍 所以 现在只要战局不出意外 那么此战必胜 闪转龙龙之间 小嘎嘎不断挥舞手中长枪 羽人首领看似坚硬无比的防御 仿佛成了笑话 每次长枪挥出 必有妖血剑起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发生 黄达快速来到黄通身旁 老爷子大事不妙 有几百只 而且都是三十级以上的精英海鱼 听到海鱼人大军 黄通顿时冷汗直流 此时远处的小神棍看着战斗 还在大海加油 数不知一头巨型怪物已经来到身后 三十二级怪物 精英及海鱼人 超凡者奖放 职业枪兵 玄武功会第一强者 天赋王者的祝福发动 周围没死去一个超凡者队友 都将获得25%力量提升 他的速度快到极致 闪转藤魔之间 他不断挥舞手中长枪 每次挥出必有腰血剑起 不过他能专心单挑鱼人领主 是因为后方有人稳定战场 战场上根据鱼人的级别分为五个区域 分别是古通 精英和战将 还有统领和boss区 每个区域黄通都安排大量的人手和鱼人交战 致使战场形成了一种平衡 但现在几百只三十级以上的精英海鱼人加入 不但会导致战局混乱 更会导致蒋放不能击杀boss 甚至在场的二十万大军都会交代在这里 想到这他连忙看向黄达 蒋放击杀boss至少还需要三十分钟 这些海鱼人还有多久到待了 只见手腕扫描数据显示 大量的海鱼人顶多需要十分钟就能抵达 与此同时战场另外一边 三把追命缠绕着火焰之力急速射出 等机上的差距让海鱼人丝毫不惧江凯的攻击 下一秒嗡的一声巨醒 无尽的火焰冲天起 剧烈的爆炸瞬间将其淹没 提示弹出 探险者江凯击杀一头精英海鱼人 小神棍躲在石头后 队长 周围怎么来了这么多海鱼人啊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江凯喃喃自语 真的要走吗 现在战场上似乎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 如果没人拦下这批海鱼人 或许会导致整场战斗失败 他用灵力的眼神看向玄武功会 皇家是仇人 他们战败是自己很恶意见到 但被喊来作战的二十万人 和圣要的未来却是无辜的 闭眼的时候 他再次想起卫英 天下新亡匹夫勇 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 去和那些怪物战斗吧 胖子小神棍 我们不走 不但如此 我还需要你们把周围的海鱼人 全都引到我这里来 我一个人把他们全部解决 闻听此念 两人震惊的何不容嘴 十分钟后 由于军心大乱 战场上已然出现大量伤亡 士兵们被打得节节败退 小嘎嘎瑟瑟发抖 队长别打了吧 很多人都探查到后方 有大批海鱼人逼近 那些海鱼人包围过来就全完了 我们还是抓紧时间逃吧 在鬼心上死亡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个月不能上线 不能上线的话 生活就会出现问题 见众人出现逃走的念头 领队无奈走上前去 你们难道没发现吗 从开始探测到海鱼人 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说好的海鱼人十分钟到达 但现在却一直都没有出现 这说明了什么知道 人言所有人才发现 好像真的已经超过预算时间 这说明后方 应该有很厉害的人物出手 能挡住那么多海鱼人 应该是一批很强力的精英探险者 在心里作战 所以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口中 一批很强力的精英探险者 其实只有江凯一人 面对一大群三十几以上的怪物 江凯丝毫不惧 虽然只有十几级 但夸张的属性支撑起 他在怪物群中不断穿梭 等到怪物扎堆 接下来就是反击时刻 这是江凯第一次圣母心泛滥 没人站出来的话 身后的二十万大军将会溃不成军 胖子 小神棍 我决定一个人灭掉这群海鱼人 你们帮我把他们引过来吧 话音刚落 江凯独自冲向海鱼人 看着海鱼人张口朝他咬来 他不禁冷笑一声 上次赶朝他张开嘴的怪物 现在坟头草都已经几米高了 在被咬中的瞬间 江凯静止冲了出去 同时两把追命飞向海鱼人嘴里 刚一落地 身后轰得一声巨响 黄暴的能量暴体而出 刹那间无尽的火焰冲天起 系统提示弹出 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两头 精英海鱼人 他冷了看向不远处 这些海鱼人总是一只两只过来 这到底要杀到什么时候 就在这时 远处响起小神棍的呼喊声 他一不小心将所有的海鱼人 都给引过来 另外一个方向的胖子身后 同样跟着一大群精英海鱼人 江凯大喜 暴虐的火元素在手中熊熊燃起 接下来交给我就行 你们两个到我后面去 两人担忧看着江凯 不知道引来这么多队长 能不能杀得完 刚才见他单杀一两只都费劲 确实以江凯目前的等级 单杀一两只海鱼人是有点费劲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由于手套特性 追命附带的火焰效果 还能散发出小火苗 小火苗同样可以触发暴击 所以比起单杀 江凯其实更适合群攻 下一巨大的爆炸声接连响起 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火焰 无数海鱼人死在这场爆炸之中 一是再次弹出 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257只精英海鱼人 小神棍和胖子一脸铁青 这难道就是自家队长的真实实力吗 明明才十几级 这群伤怎么如此恐怖 远处战场上 小嘎嘎们同样目瞪口呆 黄达惊讶发现 后方的海鱼人大面积消失了 难道是老爷子 请了军方的人前来帮忙吗 黄冲也一头雾水 刚刚他确实联系了军方 但就算军方马上出动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 既然军方的人赶到 通知所有人平衡好战场 好让蒋放一人安心解决BOSS 半个小时后 蒋放依旧生猛 每一击发出的轰鸣声响彻全场 强大的力量冲击 让BOSS的脸色愈发难看 当前剩余65%生命值 全场振臂欢呼 BOSS的被动挨打 让他们见到胜利的曙光 然而一个让人震惊的画面出现 BOSS的速度突然猛增 蒋放前脚刚一落地 后脚BOSS的攻击已经落下 BOSS掉血量达到三分之一时 就会进入第二阶段狂暴 而狂暴阶段的攻击速度 会快到几乎不可能躲开 所以现在蒋放只能应接下这波攻势 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 就是看蒋放扛不扛得住 只听喷的一声巨响 手中长枪不堪重负 硬生碎裂 同时蒋放口中喷出一大口血 看闲者蒋放 剩余5%生命值 见此一幕 所有小嘎嘎不可置信呆愣在原地 就在这时 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 小卡拉米 你以为你这点伤害就能赢过我了吗 话音刚落 一股极致霸道的气势弥漫而出 超凡天赋战役化甲发动 过来啊 不是很能打吗 防爆状态下的BOSS速度极快 他不断打出攻击 可免疫伤害的提示不断跳出 这还挺 打出的攻击不仅没伤害到蒋放 还全部反弹到自己身上 江凯也不禁赞叹 好强的铠甲 不仅免疫伤害还能反弹攻击 王冬嘴角也忍不住杨琴 我说过蒋放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王牌 他的超凡天赋能在90秒内 把50%的伤害反弹给敌人 BOSS死时正好处于攻速极快的阶段 也就是说BOSS的攻速越快 那他的血量也会掉得越多 提示弹出 BOSS剩余35%血量 他这么一会就掉了30%的生命 只要保持下去 这场战斗 赢定了 超凡天赋战役化甲 能在90秒内反弹敌方50%攻击伤害 现阶段BOSS处于狂暴期 他的速度快到极致 因自身受到的伤害也越多 仅是片刻时间 原本65%的血量直接去掉大半 忽然一股恐怖的杀意袭来 BOSS战机 破甲处须发动 一道寒芒一闪而过 紧接着嘣的一声巨响 这一击拍在蒋放胸膛之上 顿时铠甲炸裂 到飞过程中将所有阻碍粉碎 那看似坚硬无比的防御 在此刻仿佛成了笑话 同时紧急提示疯狂响起 失去防御 剩余1%命值 所有人瑟瑟发抖 没想到蒋放竟然就这样败呗 王通过墨低下头 是破甲技能吗 我们都大意了 此战最大的依仗就是蒋放 如果连蒋放都倒下的话 那此战就毫无悬念了 果不其然 在蒋放倒下后 整个战场人类开始潰步成军 柱子和暖暖的队长也是后悔不已 不该带他们来到这里的 原本他只是为了证明 自己比两人口中的江凯强 但江凯带着他们都没死过 而现在却因为他的自大而死在这里 自己还真是一个失败的队长了 在他身后 柱子已经身负重伤倒在地上 而暖暖已经耗尽精神力 没办法继续施展治疗技能 他不断大喊 希望有人能出来救救他们 救下他们的队长 可现在BOSS杀不掉 鱼人大军会源源不断出现 要是再没有人救场 大家都必死无疑 难道就没有人能救救大家了吗 千军一发之际 两把追命暴射而来 刹那间轰隆一声巨响 炙热的火焰 瞬间将鱼人淹没 江凯长呼一口气 还好赶上了 柱子忍不住咧嘴一笑 仅是一眼便认出江凯 柱子暖暖好久不见 你们保护好自己 我要去打BOSS 虽然捡回一条命 但现在两人都不淡定了 我是不是听错了 凯是说他要去打BOSS 而且为什么 我能清楚感知到他的位置 暖暖点点头 他同样察觉到异常 混乱的战场上 与怪物厮杀的人 全部头脑嗡的一声 江凯的出现 引起广泛关注 这是嗜血杀手的效果 胖子的小神棍 看着江凯一系列操作都梦了 队长究竟在干什么 他是不是忘了现在的状态 他顶着那样的称号下去 是会被二十万人盯上的 果然 小嘎嘎们军露出贪婪的笑容 本来都打算等死了 没想到能碰上的嗜血杀手 击杀嗜血杀手 能掠夺很多经验的 不如在被鱼人杀死前 先宰了他再说 鬼眼专注鬼眼飞牌阻壳发动 又是嗡的一声 无尽的火焰冲天起 巨大的冲击波响彻全场 下一秒将凯从烟尘中窜出 他脆了一秒 仅仅一个暴击就承受不住 躺在地上的残血战士 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区区十几级的菜鸟 打出的伤害如此之高 与此同时 远处还有一个人 觉得难以置信 这就是江凯吗 被这么多二十级以上的人围攻 这么轻松就全身而退 这不可能吧 黄达愤怒的声音响起 父亲 我忽然感知到 那个杀了黄伟的江凯 出现在战场 他现在朝着BOSS的方向蹬去 黄通白白手 这会哪里还管得着他 他难道还能击杀BOSS 我们现在该想的是 怎么让这场战斗损失少一点 黄达死死盯着江凯 他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会出现不好的遇门 隐隐有种江凯 能杀掉BOSS的感觉 江凯自己都想不到 自己居然会忍不住参战 帮助黄家打BOSS这种事情 幻成以前肯定是不会做的 全是因为跟魏英的承诺 若是未来圣耀处于危难之中 自己便会为圣耀而战 他无奈长叹一生 谁让自己答应过为指挥 如今国家正是处于危难之中 需要更多领土去获取资源 而自己还有最后的底牌 他低于沟通智能 我要发动之前获得的 那个一次性技能 五场爬切发动 周围没有一个 关注到您的探险者 都将窃取0.1%的总属性 增加到自身 开始窃取关注者 0.1%的总属性点 原本以为这个一次性技能 只能窃取0.1%的总属性 没啥用 没想到在这种场合派上用场 要知道现在可是有 嗜血杀手的状态 几乎战场上的所有人 都能关注到自己 虽说每个人 只有可怜的千分之一种属性 但这里可是有接近20万人 只要汇集起来 那将会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 只见从所有人身上 散发出来的微弱气息 集合成一股庞大的力量 不断注入江凯身体 人物面板随之弹出 二世纪探险者江凯 职业赌徒 力量3万加 体质2万加 敏捷6万加 精神4万加 黄达看着万表传来的数据 惊讶得合不拢嘴 他的总属性甚至超过了脚放 闻听此言 黄通顿时一惊 这不可能 这样下去的话 BOSS肯定会被他抢去的 此时江凯不断前进 眨眼间已经进入 战将级渔人区域 忽然一头渔人猛地 从兵层下窜出 51级怪物 战将级杀尺渔人 见此一幕 皇家父子冷笑一声 这江凯面对战将级渔人 居然都不躲开 虽然不知道 他身上的属性是否真实 但杀尺渔人的私谣 可是六十级探险者 都必须提防的技能 看来他只能止步于此了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画面出现 江凯只是握紧拳头 右手暖地落下 剧烈的攻击忽视防御 瞬间将渔人砸向地面 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 没用武器 仅凭一拳就成功击杀了 战将级渔人 这属性难道是真的 他不会真能击杀BOSS的 对于这些议论江凯自然不知 他毫不停下来到 统领级渔人区域 那边遍布74级怪物 发动嘶吼技能 这种攻击无法正常防御 就算现在拥有逆天属性 江凯也是无法抵挡 皇家父子幸灾乐祸 真是不自量力 统领级渔人的吼声 需要特殊技能或装备 才能免疫 同有一身属性能有什么作用 这小的还真是什么都不懂 就这还想去抢BOSS 简直痴人说梦 就在这时 一个胖胖的身体手握酒杯 出现在战场 胖子满脸目弱 我胖子一声不弱于人 而且也不比我队长差 你别死盯着我家队长啊 话音刚落 胖子脚下用力一灯 快速冲向渔人 哼的一声奔醒 仅是一拳就将 统领级渔人打得连连后退 我这样的高质量 人类男性都无法吸引你 让我给你一个 跨越种族的一吻 这回总不会有人 来炸我的老夫了吧 我记忆一声 顿时整个战场一片死寂 强大的统领级渔人 不禁全身绷紧 下一鸟右手抹了一挥 胖子整个身体被拍飞出去 最生梦死状态 可大幅降低受到的伤害 但会让人神智不清 胖子爬起身来 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 妹子的性子还挺脱辣 我就喜欢你这么有个性的 最生梦死状态 可大幅降低受到的伤害 但会让人神智不清 多亏这个技能 胖子才在统领级渔人攻击下 捡回一条命 仇恨直转移后 江凯才缓过神来 我刚才不是已经叮嘱 他们两个不要跟过来了吗 突然身后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 无敌奇雨树发动 小神棍也同样来到江凯身边 队长快走 胖子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他跟渔人统领等级差距太大 闻听此言 江凯愣在原地 物多时他咧嘴一笑 真是拿他们两个没办法 事已至此 那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就在此时 战场上的小嘎嘎察觉到一眼 刚刚那你的是不是发动了奇雨树 这玩意有什么用 这群渔人难道会怕这点雨水吗 可刚一说完就啪啪打脸 你们快看天上 天上落下来的不是雨 而是超大型冰雹 顿时整个战场乱成一团 明明是奇雨树 落下来的为什么会是冰雹 而且为什么是不分敌我 全部都打呀 小神棍双手插腰 竟然大笑起来 还真是一群物理学都不懂的家伙 利用涌动到极寒天气 奇雨树当然会变成大冰雹啊 他看向江凯 之前队长就说过 只要奇雨树能阻碍敌人的行动 那么敌人就会变成他的火把子 现在冰雹成功吸引余人注意力 已经放不出吼叫攻击 就可以轻松杀过去打boss了 备长 你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 你不用一个人战斗 听到小神棍的话 江凯沉默 是啊 我为什么要坚持一个人呢 胖子小神棍是我小看你们了 托你们的福 这些碍事的家伙 我就先解决掉了 下一秒九节追命 尽数而出 顿时整个统领级区域爆炸声 小撤全场 刹那间所有愚人被火焰淹没 此刻江凯就如同杀神降临 身后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皇家父子满脸不可置信 那江凯把统领级鱼人都给灭了 我们十几个团队才能抵抗到现在 这实力到底是什么怪物 江凯现在增强的属性本就强得可怕 一把飞刀过去伤害本就捧不 加上触发暴击 现在可以说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 来到下一个区域 江凯咧嘴一笑 终于是来到你面前了 刚才远远看着还觉得你挺厉害的 但走近后才发现原来你那么丑 突然小神棍大喊 上马队长 话音刚落 江凯一脚踏出 猛地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向着Boss冲去 然而狂暴状态的Boss反应极快 手中武器早已举起 所有人不禁咽了口痛 这小的还真的赶上 Boss又要发动狂暴攻击了 那速度和伤害 他一定扛不住的 只见江凯脚下再次发力 愿对固边盖地的攻击 他的身形如同鬼魅 在攻击落下的前一秒都能完美躲避 他冷哼一声 Boss这速度很快嘛 明明慢地可以躲开 之前那皇家王牌为什么要选择硬扛 这一幕再次震惊所有人 Boss的攻击一下都没打中 他这是敏捷比Boss还高吗 江凯丝毫没有放慢脚步 躲过Boss攻击后 用力高高跃起 忽然又是一道寒芒亮起 Boss战技 霍甲触须发动 轰的一声 卵石飞溅 灰尘生腾 可江凯早已不在原地 组合记鬼眼专注鬼眼 飞排发动 三把追命包裹着火焰暴尸而出 下一秒爆炸声 在Boss头顶响起 炙热的火焰仿佛要燃尽一切 果不其然 带到火焰熄灭 Boss的触须已经没了一大截 为之提示弹出 当前剩余25%生命值 所有人目瞪口呆 从35%到25% 那嗜血杀手 居然一击打掉Boss10%的血量 刚刚讲放把这个血量 也得10分钟吧 他这究竟是什么伤害啊 江凯发动一次性技能赌场爬窃 成功窃取战场上 20万人的属性 硬生生将自己的属性点 提升到一个恐怖的数字 在队友层层掩护下 终于来到Boss面前 他毫不犹豫发动攻击 三把九节追命 包裹着火焰直冲Boss 黑梦一声巨醒 剧烈的攻击在Boss头顶炸开 系统提示随之弹出 当前剩余25%生命值 仅是一击就打掉10%的血量 让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 巨大的痛楚 让Boss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铃剂猛的砸向地面 地面顿时出现一个坑洞 四周军列出蜘蛛网般的裂纹 一股难以言语的气势 从他体内弥漫而出 在他面前 江凯的身形显得格外渺小 王家父子满脸震惊 蒋方都没能让Boss起身应对 这小子居然逼得Boss 不得不使出全力了吗 江凯眼神变得更加冰冷 你这两条腿终于知道动起来了 Boss不碰人言 但此刻着实愤怒 嘴里不断膨胀开始蓄力 不多是一道尖锐刺耳的吼叫声响起 羽人嘶吼发动 好在江凯早有防备 这样的攻击 他已经中过两次 他的速度达到了极致 在攻击到来前 一闪便消失在原地 你这还没完 不等江凯反应Boss的攻击再次袭来 巨大的武器静直朝着江凯落下 轰的一声巨弃 黄暴的力量 让整个战场都在颤抖 见此一幕 小嘎嘎们不自觉往后退去 这么强力的攻击 那嗜血杀手怕是连扎都不剩了吧 然而Boss的眼神变得凝重 手中武器响起噼里啪啦的碎裂声 下一道封被尺 巨大的武器 竟然在Boss身前直接炸裂开来 Boss嘴里发出低音声 两只手指不住颤抖起来 就在这时 烟尘中传出江凯的声音 小卡拉米 我看你这副表情 不会是没了武器 就不知道怎么打了吧 他再次冲向Boss 跟你打感觉太浪费时间了 开始给你吃点苦头了 右手猛的一甩 三把九节追命 扎进Boss膝盖 在Boss金服目光中 黄暴的力量在膝盖处炸响 冬的一声直接单膝跪地 嘴里不断喘着粗气 此刻他已经是强弩之末 一事弹出 当前剩余百分之十五生命值 这还没完 眨眼间 又是三把追命 刺向另外一只膝盖 紧接着爆炸声再次响起 无尽的火焰在膝盖处不断冒出 巨大的痛楚让他仰头怒吼 一事再次弹出 当前剩余百分之五生命值 江凯冷笑一声 你这是在表达不满吗 还在这里露出这副 高高在上的嘴脸 我早就看不惯 你那副傲慢的愚人王嘴脸了 他毫不停歇 手中追命再次射出 Boss两只手分别又挨上三把追命 剧烈的攻击忽视防御 防爆的能量不断炸下 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火焰 瞬间将Boss淹没 带到烟尘散去 只见Boss整个身体不断冒烟 被烧焦的皮肤随处可见 最后无力支撑身体 静止倒在江凯身前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 躺在地上的Boss两条手臂 两条腿都被炸没了 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系统提示随之弹出 当前剩余0.1%生命值 整个战场竟得落真可闻 所有小嘎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足足过了好一会 黄通才发出声音 他真的把Boss打倒了 而且还是毫发无伤就把Boss打倒的 与此同时远处站着两名援军 魏英副手 江中城军区总指挥 超凡者黑神 黄通招急忙慌请我们军方帮忙 结果等我们赶到这里 都不需要出手了 魏英副手 江中城军区总指挥 超凡者卢俊 是啊 万万没想到此战的翻盘点 居然是靠位指挥特别看好的那位年轻人 暴击加一 暴击加二 暴击加三 当前剩余5%生命值 当前剩余0.1%生命值 冰封鱼人领主终于在江凯的连番揉捏不敢倒下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黄通 Boss就一丝血量了 绝对不能让江凯击杀掉 玄武功会所有人听令 立即给我放弃为鱼人的战斗 能击杀嗜血杀手额外奖励5000万圣要币 但如果你们让他抢了Boss 那你们所有人战后一分报酬别别想得到 此话一出全场沸腾 大多数人不敢指望5000万奖励 但要是拿不到报酬 可是会影响接下来的生计啊 小嘎嘎们恨得牙痒痒 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别管那些愚人 赶紧宰了那嗜血杀手 不然全都完蛋 顿时无数人绕过身前愚人冲向Boss区域 江凯站在悬崖边上冷冷看着冲过来的人群 黄家本来就拿不下Boss 现在看到Boss残血 就要挟众人过来杀我 还真是恶心啊 他走到蒋放身边一把将他扶起 黄家的王牌大哥 应该还能动吗 蒋放满脸疑惑 你找我做什么 现在Boss已经残血 为什么你不去击杀 江凯咧嘴一笑 现在Boss是残谢了 但谁说过我要跟你们抢了 黄家家底后 我要是抢了Boss 他们也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但这被黄家拿报酬要挟的20万家庭就苦了 所以你能代表黄家的对吧 现在就请你来捕这最后一刀 蒋放满脸不解看着江凯 王级Boss启示说 让就让的 江凯看着冲上来的人群 忍不住开口催促 快点吧 你就当作行星吼 再不动手这帮人都要上来了 闻听此言 蒋放也不再犹豫 手中长枪开始凝聚 只哭斥一声 长枪轻松没入Boss体内 下一秒 鱼人灵珠猛地瞪大眼睛 巨大的痛楚让他仰头怒吼 紧接着震耳欲聋的惨叫声 响彻整个战场 随之提示弹出 当前剩余百分之零声命值 玄武功会超凡者蒋放 击杀王级鱼人领主Boss 快 领主Boss的身体开始消散 而且鱼人大军群龙无首也开始撤退 王家父子惊讶的何不拢嘴 这是什么情况 Boss居然还是蒋放击杀的 难道是江凯那小子主动让出来的 见到提示 所有小嘎嘎停下脚步 为什么不是嗜血杀手 而是蒋放大神击杀了Boss 这么说我们的报酬是保住了 原来嗜血杀手是大好人 现在谁敢动这位恩人我跟谁急 柱子和暖暖也兴奋的拽紧拳套 队长此刻是对江凯心服口服 他才是这场战斗的大英雄 最为开心的是小成棍 现在都知道我家队长的厉害了吧 忽然小嘎嘎们反应过来 现在回头一想 皇家刚才的威胁还真是不死心 送死的要大家来干 最后只会砸了 还想让所有人承受代价 资本家的嘴脸还真是丑陋 回去领完奖励大家一起退出工会 皇达看向自家老爷子 这下不好了 二十万人退会和负面评论 会让工会声势大跌啊 皇冲记得浑身颤抖 把今天这仗全部算到江凯身上 你们先走 等下次一定要对着江凯狠狠报复回来 战场上 蒋放伸手表达谢意 今天我是欠你一个大人情了 还有你这身属性是怎么回事 江凯同样伸出手握在一起 我这属性是靠一次性技能换来的 同时利用嗜血杀手的惩罚机制 其实也没什么 用了就没了 说话间 身后巨大的冰山毫无征兆裂开 一根根触手从冰凤中悄然探出 紧接着急速缠绕上江凯 不等江凯和蒋放两人反应过来 黄豹的力量快速往后拉拽 瞬间将江凯拉入深渊 BOSS当前生命值剩余0% 恭喜玄武功会超凡者蒋放 成功击杀王继瑜人领主BOSS 蒋放满脸欢喜 谢谢你江凯 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二十万战士家庭也欠你一个人情 不等两人反应 无数触手缠绕上江凯 黄豹的力量瞬间将他拉入深渊 见此一幕 小神棍快速来到裂缝处 究竟怎么回事 我家队长怎么了 只见蒋放无力跪倒在地 是我大意了 江凯是你们的队长吗 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江凯大概率是触发BOSS的死亡复仇了 死亡复仇是有些BOSS死后的特有技能 一旦死去的BOSS成功复仇到探险者 那探险者将会遭受极其恐怖的惩罚 被折磨至死都只是最初步的暴露 而最可怕的一点是 被报复的人在鬼心死亡回到蓝星后 往往都会因为忍受不了那段折磨的记忆 从而选择自我了结 听到这 小神棍受不了了 全身止不住颤抖起来 难道刚刚抱上的大腿马上就没了吗 与此同时 江凯从一阵阵剧痛感转醒 这里是哪里 为什么感觉全身都要被捏碎了 深渊深处 江凯被王吉余人五花大绑 无数触手在不断接近 BOSS残存仇恨虚异 他死死盯着江凯 嘴里发出结结结的怪笑声 下一秒 从江凯耳朵里长出跟他同样的触手 这还没完 他的身体也在不断有触手长了出来 江凯一头雾水 什么东西在我的身体长了出来 而且还伴随着剧痛 告 您的一次性技能赌场 爬窃和获取的属性即将消失 剩余时间二十秒 请做好属性和技能被移除的准备 江凯这才缓过神来 我正在被这怪物折 现在的自己是因为身上有属性的支撑 才没被这玩意杀死 要是继续这样下去 属性消失的那一刻 就是自己死亡的时候 突然亡急于人口吐人言 杀了你 愚蠢的人类 接下来就承受我最后的怒火吧 巨大的痛楚让江凯仰头怒 连忙发动虚化技能 身体进入虚化状态 所有触手瞬间失去目标 趁此机会江凯急速窜了出去 仅是眨眼间 他的人如同顺身般来到十米开外 而且因为虚化脱离了那些东西 身体也恢复原状 眼见江凯逃离自己的掌控 与人领主的脸色愈发难看 哭天盖地的攻击再次打出 将凯连忙掏出追命 然而获取的属性值也即将耗尽 举出钢刺 举出短刺 现在身体太虚弱 好事逃不了 现在只能倾尽所有 在窃取他的属性结束前跟他拼了 鬼眼专注鬼眼飞牌组合技发动 他的速度快到极致 在攻击到来前 将身上所有武器全部打出 配合上手套特性 所有武器燃起火焰瞬间照亮整个深渊 双方均使出全力 这一招计分高下也决生死 轰的一声巨响 黄暴的能量炸开 无尽的火焰冲天起 炽热的火焰同时将两人淹没 倒计时结束 BOSS残存仇恨虚影 是触发BOSS死后的特有技能死亡复仇后生成 乌漏偏逢连夜雨 此刻姜凯的一次性技能也即将消失 在倒计时归零前 他将背包里的武器尽数射出 轰的一声巨响 无尽的火焰冲天起 刹那间爆炸淹没了整个深渊 带到烟尘散去 BOSS虚影也开始缓缓消失 姜凯不断喘着粗气 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而且一次性技能叠加的属性被抽离 只觉一阵虚弱感传来 就在这时 智脑凭空显现 恭喜您逃脱于人领主的死亡复仇 并探索到从未有人来过的秘宝区域 于人的地下王国 这里是冰封于人领主的秘宝大厅 现在大厅销毁倒计时十分钟开始 请您在十分钟内 尽可能收集宝物 并从这里逃离 姜凯惊讶得何不拢嘴 又来这种倒计时 我要是逃离不成功会怎样 逃离不成功会死亡 并且您在此前收集到的 所有BOSS宝藏都会消失 只有成功逃离才能带走 话音刚落 至少消失 与此同时整个宫殿开始震动起来 他一脚踏出 猛地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向着殿内冲去 怎么突然就开始倒计时 不管了 白捡的东西不要白不要 尽可能收集 然后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然而当他推开大门的那一刻 顿时整个人呆愣在原地 宫殿里满满当当 全是黄金和宝贝 直到他被一道提示音惊醒 恭喜您发现三瓶鱼人秘药 喝下后增加60点属性 反应过来后 他连忙拿起秘药开始猛喝 请问要如何分配属性 他毫不停歇 一边喝一边默念全家敏捷 恭喜您发现BOSS的西游宝箱 江凯连忙向前 没想到这边竟然全是宝物 而且看起来全都不低于A级 现在估计还剩下7分钟 用最快速度应该来得及 有请提示 地下王国宝箱的存在实现为90秒 请尽快收集 见此提示 江凯用上母胎至今单身的手速疯狂收集 90秒后精疲力尽 这宝箱居然还是单独计时的 桑响团口气提示再次弹出 恭喜您发现忏悔之类 使用10个可消除嗜血杀手状态 下一秒他如同打了鸡血 忏悔之类还真是得来全顾费功夫 不但一下找到很多宝藏 还消除了嗜血杀手状态 这不还真是赚大发了 就在此时石壁上的东西 引起江凯的注意 恭喜您发现特殊转值配方 使用此配方 可以完成特殊的20级转值 探险者到了20级之后 是必须转值之后才能升级的 难道这东西 能让我完成特殊的20级转值吗 与此同时 涌动岛上方 江凯的黑白照片屹立于此 周围还铺上白色的花 汉子和小神棍嚎啕大哭 队长这么久还没上来 不会真如蒋放所说 而且还说他逃不过 自我了结的结局 真是天度英才啊 在这个时候 突然从裂缝中传出生意 小神棍愤怒地搬起一旁的石头 胖子小心 又有该死的愚人要出来了 我们绝对不允许有愚人 来破坏队长的葬 队长的墓碑就由我们来守护 下面的臭鱼 这块是我为我们队长砸的 咚的一声 这块巨大的石头正中江凯脑袋 紧接着手不自觉一缩 到底是谁 老子好不容易爬上来的 江凯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消失的这段时间 他的后事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千辛万苦 从断崖下爬起来 又被胖子和小神棍疯狂砸石头 带到他再次从崖底爬上来 顿时整个战场响起一片笑声 你们两个反骨子 是想搞死你们队长是不是 你们知道我爬得有多辛苦 与此同时 蓝星江中城十八号鬼 新登陆门基地 军方的人在下线处 没有找到江凯 不过江凯属性暴增的原因 却被他们查出来了 魏英咧嘴一笑 果然是一次性技能 要是二十级的小子 动不动就能变出几万属性 那我们这些超凡者就都别练了 不过有件事让他们不解 往常遭遇BOSS复仇的人 早就该死亡下线 难道江凯还在遭受折磨 想到这他又立马摇了摇头 不可能坚持这么久的 应该早就完完 魏英干咳一声打断议论声 不要用寻常思维方式 去推断这个人 你们说还有没有一种可能 江凯他不仅挺过了BOSS的复仇 没准还找到BOSS的秘宝呢 文听此言 小嘎嘎当即表示不可能 鬼星出现到至今 能挺过复仇 还能拿到秘宝的寥寥无几 而且这几人都是顶尖超凡者 江凯登陆鬼星 也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们不觉得他能撑过BOSS的复仇 就算事实如此 魏英还是有种直觉 觉得江凯能给他惊喜 就在这时会议室大门被猛地推开 他气喘吁吁开口说道 那人在交易所挂战利品了 几人一头雾水 开通私人售卖空间这种事情 也用得着汇报吗 是江凯 他不但没死 还在鬼星开通了私人售卖空间 而且他售卖的战利品 总价值超过了4亿圣药币 维言小嘎嘎身体忍不住一阵哆嗦 连忙打开万表查看 记录显示刚刚就秒售 1.8千克的绿优矿石 价值1800万圣药币 还有特级白玄铁金石刚卖了3000克 价值6300万 还有强刃铁石 玄铁金石 黑玄铁金石 黑药钢化石和黄黎木矿石等等 这些加起来价值就已经过亿 这小子一下子真卖了4亿的话 那只能说明他真的获得BOSS的秘宝了 卫英放声大笑起来 那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 我就说他能找到秘宝了 鬼星圣药成物品交易处 江凯经历了幸福的烦恼 自己没想到东西多到居然要开通私人售卖空间 一下子被抽成了不少 给他一种吃亏的感觉 他连忙晃了晃脑袋不再去纠结 胖子小神棍 之前我还替你们留了很多好东西 接下来就来瓜分BOSS的战力品吧 小神棍获得悬兵玉石 配合奇雨术说不定能施展暴风雪 B级装备悬兵玉石 可让施展的技能附带寒冰效果降低对手敏捷 胖子获得A级装备寒霜塔盾 防御加38 力量提升19 体格提升16 以塔盾撞击对手 能使对方进入1-2秒冻结状态 除了装备 还有一些可以用来升级技能的永恒残液 各种职业提升技能等级有两种不进 一种是技能对应的专门技能书 而这类技能书一般只有通过怪物宝箱 或特殊任务才能获得 另外一种便是从鱼人领主的宝箱里获得 可以提升所有技能等级的通用升级道具永恒残液 永恒残液作为刚序类宝物 堪称有价无市 在交易所中 一旦上价值会被抢购一空 一夜的售价能达到50万圣要币 而根据技能的强度 升级技能所需要的永恒残液的数量也不同 越是与战斗直接相关的高级技能 升级所需要的永恒残液数量就越多 这部分永恒残液 你们就先拿去用了吧 此话一出 在胖子和小神棍眼里的江凯 简直就是高高在上灰金如土的高富帅啊 下一秒两人同时扑到江凯怀里 位长 你的大恩大德 我们会日日祷告保佑你 就算你以后嘎了 灵魂也会上天堂的 B级装备玄冰玉石 可让施展的技能附带寒冰效果 A级装备寒霜塔盾 撞击对手能使对方进入1-2秒冻结状态 紧接着江凯又拿出几张 用来升级技能的永恒残液 给胖子和小神棍 两人痛哭流涕 一把扑向江凯 感谢队长 我们会日日祷告保佑你 就算以后嘎了 灵魂也会上天堂的 就在这时 一大群人朝着江凯三人走来 在大街上也不知道注意自身形象 不愧是你们这帮底层平民 江凯眼神变得冰冷 怎么皇家的人总是这么阴魂不散 黄达走向江凯 我警告你别太嚣张 别以为有上层的人保护 就能三番两次跟我皇家做主 我来这就是告诉你 接下来我会在工会挑战赛上狠狠虐杀你 我会让军方看到 你就是一个不值得被保护的垃圾 到时他们一旦放弃你 你就准备死在我们皇家手上吧 江凯呆愣在原地 对于他一个刚登陆鬼星一个多月的人 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工会挑战赛 小神棍看出自家队长的不解连忙开口说道 工会挑战赛是军方举办的比赛 目的是筛选出强大的工会势力 以第21级为最低参赛标准 按每20级为一个档次划分 直至最高级的100级 共划分出四个档次 每个工会至少派出一支五人队伍参赛 和别的同档次队伍两两对决 最后决出该档次的前三名 最后军方会给每个档次的前三名 发放封厚的奖励 所以每次都有很多工会参加 强者如云 江凯满脸无语 我并没有参加挑战赛 那黄达到底抽了什么风 算了 这次咱们大丰收 我要下线一段时间看看家人 咱们下次集合 南星圣药国江中成 江凯怕自己大哥刚做完手术营养跟不上 买了一大堆补品来到医院 大哥嘴角抽搐 你让我住的医院已经是最贵的了 现在还这样花钱 哥会尽快出院工作帮你缓解压力的 江凯得意一笑 不用了哥 我记得你当年的梦想是成为超凡者对抗兽神吧 这次等你出院 你就去鬼星成为探险者了 此话一出 曾经的向往不禁让他心头一震 让他继续说下去 江凯按下手上万表 整整四亿多的圣药陛下的他哑口无言 你哪来这么多钱 这都好几个亿了 江凯连忙解释 这都是鬼星上正经赚来的 这些年 你为了我和妹妹操碎了心 现在我有能力了 你可以去过你想要的生活 还记得当年你靠凡人之躯 都能在兽神战场救下我和妹妹 今后你要是成为了超凡者 我觉得你一定能救下更多的人 相信自己 你一定行的 许久之后江凯满心欢喜走出医院 费尽口舌终于让大哥重拾梦想 现在去接妹妹放学庆祝一下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鸣笛声引起他的注意 小嘎嘎神情紧张朝着江凯大喊 江凯快上车跟我们走 我来找你是因为你妹妹 你妹妹江音卡 出车祸了 江凯怎么也想不到 一趟涌动到 就让他足足转了四个小目标 不仅腰包鼓起 还成功说服大哥重拾梦想 就在他满心欢喜走出医院时 小嘎嘎传来噩号 江凯 你妹妹江音出车祸了 等到三人赶到车祸现场 已经是一片狼藉 江凯刚一下车 就如同发了风势地冲了出去 忽然身后一道声音将他叫住 寻声望去 正是自己的妹妹江音 他快速来到妹妹身前 你没事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江音微微一笑 我没事 是笑车出事故了 王子这位大哥救了我 他还说你们认识 江凯心里一个咯噔 皇家的超凡者蒋放 你怎么会在我们平民区 这是小嘎嘎才缓缓走了过来 这事还是我来说吧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得先告诉你 你妹妹的车祸 其实不是一个偶然事故 而是皇家暗中派人做的 如今你几次让皇家出仇 他们对你的仇恨是越来越大 现在他们拿下 涌动岛BOSS的军功 去逼迫军方不再避护你 而涌动岛的军功太重 为指挥迫于上头的压力 也不得不做出让步 但还是给你留了一次机会 他开始 为指挥搬出马上要开始的 工会挑战赛 说皇家若能在挑战赛中 击败你 证明你的职业不强 保下你了 目前我们能为你做的 也只有这么多 而今天这个事情 就是皇家在逼你 你要是敢不参赛 那你的家人就得遭殃 我们也很无奈 皇家势力极大 加上涌动岛的军功 让上头的一些人有所动摇 所以只要他们 不是直接对你们动手 像今天这种恐吓 我们也只能争一只眼 逼一只眼 所以现在的 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是答应皇家的赌约 二是赶紧加入军方 正式得到军方的庇护 当下你的新职业 还是很有价值的 只要加入我们 为指挥就有更多的办法 保护你和你的家人 至少现在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可江凯深知上层的尿性 之所以现在出手相助 无非就是自己的能力 他们还不了解 现在得过几步 以后要是转职出现问题 那被军方抛弃的那一刻 就是自己又被踩在脚下的那一天 他的拳头握得劈啪作响 皇家家大业大 论资源财富和权势 如今是肯定比不过的 不过赌徒的天赋是加倍 这使得属性点 其实是同级人的两倍 所以和级别相近的对手对战 我的总属性点和暴击伤害 便能占到先机 甚至面对级别较高的对手时 只要战略得当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将其反杀 正是因为赌徒是个新职业 皇家对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清楚 既然如此 与其被动寻求庇护坐以待毙 倒不如利用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 放手一搏 干脆就接着这次机会 让军方做个见证 跟皇家把这个赌约彻底定下 并大肆宣扬出去 让全圣药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只要能击败他们 军方肯定会更加关注我的新职业 同时在这种人尽皆知的情况下 皇家还想继续动手 可就得考虑舆论和军方的双重压力 见江凯站立在原地默不作声 小嘎嘎拍了拍他的肩膀 既然你现在没有别的意见 那我就去帮你准备加入军方的申请材料 没等他说完江凯就开口打断 如军大哥 参加挑战赛必须是五人队伍吧 我现在的队伍只有三人 我能向你们借下柱子和暖暖吗 闻听此言 小嘎嘎顿时一惊 江凯你到底在想什么 要清楚你一旦应战 面对的可是皇家这尊庞然大悟 江凯长叹一声 如军大哥 我很清楚自己的决定 很感谢你们为我想方设法 但我选择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要在公会挑战赛 击败皇家 江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时的仁慈 却让家人遭遇险境 他的拳头握的琵琶响 决定在公会挑战赛上硬钢皇家 如军大吃一惊 江凯 一旦应战你面对的可是皇家这尊庞然大悟 不等他继续劝说一旁响起鼓掌声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黑神 能做到连皇家都不惧 借人这个事情 我保证帮你办 蒋放同样佩服江凯 我也佩服你的勇气 我还欠你人情 之后我会继续帮你盯着皇家 如果他们在对你的家人动手 我会告诉你的 江因阵臂高呼 我也支持哥哥的决定 见此一幕 如军一阵头大 你们都不是小孩 怎么都跟江凯他们一起用事了 两人对视一笑 我俩都这样决定了 你呢 如军长叹一声 我一个人也拦不住你 反正魏指挥也说过 让我多帮帮江凯 今后我会帮你照看家人的安全 江凯你就专心去准备挑战赛吧 江凯大喜 如此一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他双手抱拳 如军讲放黑神 三位大哥还有魏指挥 我江凯今天再次感谢各位关照 以后有需要在下帮忙的地方 定当鼎力相助 晚上某高档别墅区内 江凯带着江凯来看房子 皇家现在已经彻底露出嘴脸 兄妹两人不能继续住在 安保极差的平民区了 江凯见到硕大的房子脚步一顿 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这里都是价值上亿的别墅区 我们买不起的 江凯没有回话 直接拿卡刷开大门 随着大门缓缓打开 江凯惊讶的和不容嘴 88米长的私人游泳池 气派的客厅比平民区整个房子都大 还有可以容纳上10人的餐桌 还配备了所有器材的健身房 大哥身体弱 以后就可以在这里健身 突然江英嘴角抽动哽咽起来 我是不是在做梦 这里难道是给我准备的房间吗 这里这么漂亮 真的是我们的新家吗 江凯点点头 是真的 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家 不过现在的一切都只是开始 从今往后 有我在就不会让你和大哥担心生活 我们三个人的日子 一定会越来越好 次日 江凯接到通知在树林那根柱子和暖暖见面 两人一脸沮丧 李彪队长说暂时更换队长带队 让他们觉得应该是被军方抛弃了 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身后传来声音 柱子短短 我来带你们 你俩不至于这么愁眉苦脸吧 文婷此言 两人快速来到江凯身前 你难道就是我们的新队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愿意加入军方了 江凯摇了摇头 我并没有加入军方 只是向他们暂时借用你们 合作参加一个月后的工会挑战赛 皇家以永动岛的功劳 向军方施压想对我出手 甚至用我妹妹的安全来威胁 位置会为了帮我 用工会挑战赛 和皇家定下组约 若我赢了他们便不再纠缠 所以这一次我必须要赢 班导整个皇家不可能 但至少能彻底了结此事 所以你们愿意帮我吗 两人一口平声 那是自然 皇家那帮小嘎嘎居然感动江音 他可是我看着长大的 不过你确定要找我们组队吗 军方内部有一套精密的评估体系 新人加入后会进行一次初始评级 并根据在战斗中的各项表现 由弱到强分为一级至SSS级 且此后两个月为期 军方会定期对内部人员 进行重新评估 若新人的评级连续半年都是一级 将会被军方放弃 暖暖还好 但我实在是太容易怯场 评级是最差的一级 你确定要阻我吗 蓝星圣耀成新人加入军方后 每两个月都会进行一系列评估 若新人评级半年内 都是一级将会被放弃 暖暖的评级是C 而柱子因为容易怯场 被评为一级 两人都担心拖了江凯后腿 江凯微微一笑 不要紧 我们也是组队一个月而已 等公会挑战赛结束 你们就会返回军方 到时候 我一定让你们的评分至少达到A级 此话一出两人都同时看向江凯 你不是逗我们玩吧 咱们都是刚从新手去出来不久 队长一般都需要15级以上 你确定能带得动我们俩 就在这时 从远处走来两人 15级算什么 凯队长早就20级了 他现在已经在想办法转职 江凯见到人气连忙开始介绍 这两个是我们的新队友 小神棍胡言 柱子和暖暖丝毫没有看不起对方的职业 四人很快凑到一块 不然他们两人好像想到了什么 一时间顿在原地 等等 你们刚才说江凯已经20级了吗 我现在才9级啊 江凯显得很是自然 这没什么的 接下来我的目标是要带你们在挑战赛开始前 全部升到20级 这才好对付皇家那帮小嘎嘎 柱子还是不敢相信 这么短的时间真的可以吗 要是真的也能到20级 那你简直就是升级的神啊 别人行不行不知道 但咱们凯队长就一定行 江凯笑着看向几人 咱们小队取名火神小队 运异火力全开大显神通 今明两天 先养金蓄锐 把蓝星的事情安排好 后天一早咱们就直奔怪物领地 今天到此为止 随后几人挥手告别 江凯看着柱子离去的背影陷入沉默 在新手试炼时 就看出柱子战斗时都处于紧张状态 柱子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激活不了职业天赋舞者之心 虽然在战斗过程中一直都能很好保护队友 但他其实内心深处还是存在着恐惧 是因为担心被有受伤 他才暂时压制主 但想要真正激活武者之心 必须发自内心的毫无畏惧 认为自己是个无敌的武者才行 据了解 柱子的职业天赋武者之心可以再转职 提升等级时 提供额外的全属性加成 除此之外武者之心 还可以让他在战斗中打出额外的击退 破甲 震慑 剑气斩等效果 是真正的顶级天赋 但攻击的额外效果 是随着勇气和自信的强度而变弱 接下来的这场升级历练 最重要的 还是让柱子进一步激发勇气 激活职业天赋 江凯从背包中拿出永存残液 在历练前 还是先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 先前给了胖子和小神棍自己还剩下50张 正好用来提升鬼手飞牌和鬼眼专注 他心神移动沟通智脑 请给我升级鬼手飞牌和鬼眼专注两个技能 下一名 从智脑口中传出一连串晦色难懂的咒语 顿时两大技能面板开始发生变化 鬼手飞牌已升至顶级 投掷物品时附带30%穿透效果 提升250%穿透威力 提升110%体力与精神力消耗 赌徒时常醉心于赌局 在经过长时间的磨练 他的双手变得愈发灵活 恭喜您解锁鬼手飞牌附加状态赌步时间 当进入赌步时间后 提升100%的触手速度 冷却时间60分钟 鬼眼专注提升到顶级 提升60%可是范围和目光追踪能力 江凯激动到温身颤抖 鬼手飞牌比起之前提升了10%的穿透 使用卡牌时更是提升了50%的穿透 虽然消耗也提升 但还在可接受范围 鬼眼专注的两大效果果然也得到提升 那么鬼眼专注是不是也有附加状态解锁 赌局之中 武徒除了需要有灵巧的双手 也需要有迷惑对手的能力 让对手无法从他双眼中 读出他手中的牌 恭喜您解锁鬼眼专注附加状态欺诈状态 欺诈状态 通过目光影响对手的判断能力 效果在双方精神力差决定 无论敌人的精神力多高 您都可以影响对方 不管与对方差距有多大 都不会有反影响的风险 江凯抑制不住心中狂喜 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试试这两项新解锁的能力了 鬼手飞牌升级成功 恭喜您解锁附加状态赌徒时间 鬼眼专注升级成功 恭喜您解锁附加状态欺诈状态 江凯兴奋地握紧拳头 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试试这两项新能力了 两天后 火神小队全员到达 国王谷和太平山道的交界处 也是铁甲犀龙的领地 柱子先前了解过 这里的铁甲犀龙好像很多 而且都是25级以上的怪物 小神棍摇了摇手 不是很多而是非常多 铁甲犀龙是群居野兽 这个领地内的铁甲犀龙数量 不会低于100头 而且没记错的话 这里还有50级以上的战将级怪物 战将级怪物比较少见 一般每20只怪物中 有较大可能出现一两只精英怪 而至少100只怪物中 才有一定几率出现战将级 闻听此言 暖暖不经皱眉 目前小队的人 几乎都是20级以下 就直接对付战将级怪物嘛 他看向江凯 涌动倒的时候 你确实打败了鱼人领主 我相信你的实力 但战将级铁甲犀龙手下 还有至少25级的普通犀龙 和35级的精英犀龙 你带着我们几个 会不会不太保险 毕竟我们和你的差距太大了 江凯沉默了许久 这次除了提升经验外 更重要的是磨合队伍 没有难度的击杀 对整个队伍来说 是没有任何提升的 只有危险才能激发出 我们每个人的潜能 实战才能让人快速进入 而且转值材料一般 也是出现在特殊的 战将级以上的怪物领地内 毕竟白色和紫色战将 及铁甲犀龙的宝箱 有几率出现 医生的20级转值材料圣洁之水 或是酒鬼的20级转值材料 虚梦猫合 黑色铁甲犀龙的宝箱 则有可能出现 武途的20级转值材料战将之血 看着江凯胸有成竹的模样 小神棍就知道 自家队长还有杀手锏 树林深处 随着队伍不断深入 柱子不自觉走到所有人后面 看着地上铁甲犀龙的活动 痕迹就开始瑟瑟发抖 他连忙询问小胖子 听说你连精英及幽灵女妖都不怕 可他那副模样 你怎么克服内心的恐惧的 小胖子一头雾水 需要克服恐惧吗 我当时心里根本就不怕啊 你也知道我们酒鬼酿制的酒水 有特殊效果 这些给你 这是我经过永恒残业 提升职业技能后 新酿制的二级酒 效果更好 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不过你是武途 可是咱们小队的助力 打架的时候最好不要负 就在这时 江凯目光一鸣 紧接着他高高跃起提醒众人 前方岩石下有东西快点散开 发音刚落 原本站立的位置下猛的突起 一头巨型怪物嘶吼着 从地底钻出 二十五级怪物 普通级铁甲西龙 江凯从没有如此渴望战斗 前两天获得的技能还没用上 他抬头看向怪物顿时一乐 好家伙 没想到自己送上门了 竟然直接找了自己当做目标 其余四人吃惊的合不拢嘴 几人同时大喊 凯队长小心 江凯这边已经拿出九节追命 突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柱子就是因为太胆小 不敢正面迎敌 才一直无法进一步激活职业天赋 现在不就是个现成的练手时机 这是只普通的铁甲西龙 柱子目前是九级五红 虽然打不过 但也不至于被秒 至于自己 必要时候 可以让自己进入虚化状态 躲过铁甲西龙的攻击 想到这他呆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要赌一把 要帮柱子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弱 危急时刻 从队伍的最后方一道身影猛地窜出 柱子的速度快到极致 一股金黄色的能量 从体内弥漫而出 江凯 我来救你了 汉地践踏发动 这个男人赌上性命 也要帮傻住激发勇气 激活职业天赋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身影 从人群后方急速窜出 汉地践踏发动 轰的一声巨响 柱子宛如坦克般的身体从天而降 巨大的冲击 将铁甲西龙砸入地面 四周军列出蜘蛛网般的裂纹 见此一幕 所以人目瞪口呆 江凯嘴角微微扬起 非得逼我你才肯出手 由于等级上的差距 这势大力尘的一击 并未给铁甲西龙造成实质上的伤害 铁甲西龙缓过神来 立马展开反扑 反观傻住本能的瑟瑟发抖 深入骨髓的恐惧 让他挪不开脚步 就在这时 三把火焰匕首一闪而过 剧烈的爆炸 在铁甲西龙的腹部炸裂开来 柱子 我已经击穿他防御最弱的地方 他现在还有一丝血量 抓紧时间完成补刀 铁甲西龙全身烧焦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 而柱子还一脸铁青浑身颤抖 他咬牙从背包中拿出长剑 只见他闭上眼睛大喊一声 长剑静止落入铁甲西龙头颅 直到队友不断呼喊 他才缓缓睁开眼睛 同时提示弹出 恭喜击杀一头25级铁甲西龙 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自己真的宰了一头25级怪物 他看向江凯 这东西突然从缝隙钻出来 吓死我了 我说你刚才发什么愣 要是我再慢一点 你就要被他咬到了 江凯只能装傻 我刚刚不知怎么就头脑一片空白 但你说过以后你罩着我的 难不成你还看着他吃了我 暖暖也来到柱子身前赞不绝口 以前李彪队长带队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主动迎敌 没想到你的汉帝践踏这么强 不愧是武徒啊 江凯打断众人对柱子的吹捧 继续朝战将及铁甲西龙的位置前进 柱子快把尸体卡收一下 铁甲西龙领地深处 三头三十五级 精英铁甲西龙匍匐在地 火神小队一行人躲在远处石壁之上 观察精英铁甲西龙的动向 江凯沉声说道 他们很有可能是在守护那只战将级的铁甲西龙 这里的石灵遮挡物太多 那三只精英怪的附近 应该还埋伏着其他同类 江凯不敢大意 毕竟之前是有赌场爬蟹那个一次性技能 才能对付涌动倒那么多精英急于人 他看向小神棍 我需要你的奇雨混淆我们身上的气味 避免更远处的怪物发现我们 暖暖准备毒药以备不时之需 胖子就负责保护两个女的 奇雨树一开始柱子就跟我冲向石灵 你不需要攻击他们 只需要用汉地践踏帮我控制和延缓他们就行 其他交给我 随着天空一声闷雷响起 露大的雨水开始不断冲刷整个铁甲西龙领地 时机已到 江凯和柱子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然而没等他们靠近目标 在阴暗处亮起无数双血红的眼睛 紧接着密密麻麻的铁甲西龙 不断从遮挡雾后面走了出来 江凯顿时一惊 果然还有许多藏起来的铁甲西龙 柱子快掩护 闻听此言 柱子快速调动体内能量 一层层金色元素弥漫的周身 汉地践踏发动 庞大的身体同天而降 静止落入铁甲西龙群中 控制技能生效 一只只怪物被震飞到半空 趁此机会 江凯加入战斗 那就试试新技能 十秒内提升百分之一百出手速度 赌徒时间发动 刹那间 九节追命包裹着火焰精准 落入每一只铁甲西龙身上 下雨 剧烈的爆炸声接连响起 炽热的火焰不断触发暴击 刚登陆鬼星一个多月的新手江凯 拥有所有单身小嘎嘎梦寐以求的技能 十秒内提升百分之一百手速 平估时间发动 他的速度快到极致 九把飞刀却打出无数把的效果 剧烈的爆炸声不断响起 不断触发暴击 一连串的提示疯狂弹出 众人惊讶的何不拢嘴 队长的九把追命 打出了无尽飞镖的感觉 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人配合 简直强到离谱啊 暖暖也点点头 我们在新人失恋的时候 就是这么合作的 这种西龙的护甲太强 若不是江凯精准命中弱点 是很难击杀的 反观傻助又一次体验到捕刀的快乐 一条条成功击杀35级 精英铁甲西龙提示 也接连弹出 很快他发现自己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升了一级 探险者援助 职业舞图 等级十级 而江凯不忘初心 疯狂收割地上的怪物尸体卡 他来鬼心的第一目的 就是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几人跑到江凯身前 你们两刚才的佩佩也太酷了吧 我们对火神小队越来越有信心了 这才出发不到一个小时 柱子就从九级升到十级 虽然知道他们合作起来很强 但没想到升级速度 能快到这种程度 江凯微微一笑打断众人的吹捧 精英宝箱应该就在附近 我们还是快点去找找吧 小队收拾完战利品之后继续出发 如果不出意外战将及铁甲西龙 就在前方石林内 柱子内心充满担忧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刚才的战斗肯定消耗不少吧 江凯摇了摇头 消耗是不行 但还没到不能战斗的程度 而且这片石林的入口 可能不止这一处 我们刚才闹出的动静不小 如果拖太久 里面那家伙可能会召集 其他入口的铁甲西龙来守护他 狩猎战将及野兽必须趁热打铁 随着不断深入 周围的环境安静得有点圣人 柱子全身指不住颤抖 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走着走着就起了鸡皮疙瘩 小神棍咧嘴一笑 柱子 我看你是过度紧张了 江凯停下脚步 这个地方确实有点诡异 安静得有点过头了 鬼眼专注发动 没想到连鬼眼专注 也看不到战将及铁甲西龙的存在 忽然他瞳孔一缩 不对 不是柱子过度紧张 是他们站的那个地方有问题 他连忙冲着几人大喊 快点离开那个位置 几人不明 所以看向江凯 就在这愣神的一瞬间 身后宛如巨山的地方 竟然出现一条尾巴 轰的一声巨响 巨大的尾巴猛地拍下 地面一下子被砸出一个大洞 顿时卵石飞溅灰尘生腾 三人拼命向后豪串许久 还敢回头看去 只见一条无比庞大的铁甲西龙 看着他们 嘴里还不断流着哈喇子 五十八级怪物 灵化战将级西龙 柱子不断喘着粗气 刚刚差点小命就没了 这家伙颜色怎么跟岩石差不多 也太会伪装了吧 江凯没时间多想 快速从物品栏拿出追命 围眼专注鬼眼飞牌同时发动 久把追命尽数而出 暖暖看着万表数据 脸上止不住流出冷汗 五十八级怪物 灵化战将级西龙也叫白西龙 年龄三十六岁 体重二点四对 没想到我们火神小队 最遇到的第一只战将级 就是变异种 暴击不断触发 爆炸声不断响起 巨大的痛楚 让变异西龙仰头目 现此一幕 柱子和小神棍大喜 打中了 不止一把追命触发暴击 这下不死也得掉层皮 然而江凯满脸凝重 战将级的变异种 他们的收集品更加丰富 宝箱出现极品的概率更高 但实力也远远强于一般的战将级 五十八级怪物灵化战将级西龙 战将级野兽中的变异种 击败后能获得的极品装备概率更高 但实力也远在一般的战将级之上 灵化战将级西龙的背部覆盖的皮肤 不但拥有35点以上的防御力 且严重灵化 抗高温抗腐蚀极难穿透 不仅如此 它的胸腹部也形成了一层灵化防护膜 防御也在20点左右 且同样具备抗高温抗腐蚀的特点 所有人瞪大眼睛 连续的暴击竟然一点防御都没能破开 力量在380至420之间 体质在440至480之间 58级的灵化西龙完全苏醒 庞大的身体如同小山一般朝着江凯汹涌袭来 极度危险的警报在他身前疯狂弹出 眼看攻击即将落下 众人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巨大的拳头猛地落下 轰的一声巨响 这一拳摧枯拉朽视如破竹 地面顿时塌陷 四周出现蜘蛛网般的裂纹 江凯慌忙朝一旁位移躲避攻击 灵化西龙全身抗高温还有护甲 江凯的脆火追命就算暴击也只能震退 无法产生伤害 刚刚那一下 他是有预感及时避开 力量400左右 稍微给他挠一下 估计就得粉身碎骨 也多亏了他之前在鱼人领主的秘宝大厅 发现的秘药增加了不少敏捷 现在他的敏捷要比灵化西龙 还要高出60点左右 所以他只要小心一点 就能吸引住西龙的仇恨 还能不被杀死 想到这他下定决心 借此机会再刺激柱子一把 让他激活职业天赋 并打出破假效果 若失败 自己再继续吸引西龙的仇恨 要是成功了 或许就能让柱子彻底觉醒职业天赋 他深吸一口气 柱子快救我 眼见江凯陷入困境 柱子毫不犹豫高高跃起 汉帝践踏发动 一股极致霸道的气息弥漫而出 又是轰的一声响起 黄暴的能量从天而降 瞬间将灵化西龙震退 他的防御高得惊人 汉帝践踏同样也只是让西龙 微微后退几步 不好了江凯 我的技能好像也对他没什么作用 江凯忍不住开口提醒 你还愣着干嘛 赶紧跑 反应过来的柱子转身狼狈逃窜 他不敢回头查看 但能清晰感受到身后的那部杀意 千军一发之际 九把脆火追命夹杂着破空声暴射而出 轰轰声不绝于耳 每一次爆炸 都将灵化西龙震退 江凯的速度快到极致 在释放飞刀的同时 一把抓起柱子逃离现场 就在这时 一道胖乎乎的身影 不退反进 不远处二女的声音传来 灵化西龙的唾液 可以迅速腐蚀大部分装备 快点退回来 闻听此言 江凯的脸色愈发难看 是胖子冲了过去 万一他跟西龙吻上 那浑身怕是得烂透了 所有人看向战场 胖子的身体狠狠撞击在西龙的脑袋上 下一秒 剧烈的冲击力让双方 红是不断后退 然而喝了酒的胖子 此刻身体异常灵敏 几个后空翻之后 稳稳落地 他红着脸抬头望去 居然是灵化西龙 围观的众人看出 胖子的不同 这次怎么没有把西龙 当成美女 他不是喝醉了吗 不过他今天喝的 好像是新酿的二级酒 可能是新酒消除他喝醉后 产生畸形审美的负面状态 突然一阵甚人的爆笑声响起 作为一只雄性西龙 我一直在寻找一只 能配得上我的雌性西龙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今天终于在 茫茫西龙中找到你了 亲爱的抓紧时间 让我们不负这大好时光 见此一幕 所有人不禁嘴角抽搐 他这是以为 自己是一条西龙吗 翠火追命暴击触发 汉地践踏发动 酒鬼撞击发动 全部攻击 对58级灵化西龙 紧紧造成震退效果 即便如此 喝了二级酒的胖子 丝毫不惧 暖暖嘴角抽搐 他这是把自己 当成一条西龙了吗 灵化西龙的唾液 可是能迅速 腐蚀大部分装备的呀 闻听此言 江凯顿时一惊 要是胖子真跟西龙吻上 那岂不是得全身烂透了 醉火九节追命再次射出 剧烈的爆炸声不断响起 一次次暴击将西龙不断震退 然而剧烈的爆炸刚刚响起 但他前方出现一道声音 又是谁想炸了我的老婆 没有人能将我们分开 今晚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江凯咬牙切齿 和醉酒的胖子太难控制了 再这样下去 就算有能击杀西龙的机会 我也已经没有体力和精力了 他现在神志不清 没办法一边控制他 一边击退灵化西龙 必须得快点了 江凯转头看向柱子 现在只有你职业天赋中的 破甲效果才能摆脱困境 我们需要你 柱子呆愣愣看着胖子的操作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没有味觉 胖子大哥真乃神人一人 谢谢你亲身示范 我现在已经学到了 他举起胖子给个二级酒 养头一口喝了下去 任知混乱状态 该状态下 您对自己的实力处境 等各项任知军出现 严重混乱 与此攻时 战场上轰隆声依然不断响起 炽热的火焰不断将零化西龙逼退 和胖子不管不顾静止冲向火海 这一幕彻底震惊了所有人 就在这时 酒瓶子砸落在地 柱子抽出长剑猛地爆发出 惊人的速度冲向西龙 我援助乃天下最强战神 灵力的剑气划破空气 只听一声惨叫 剧烈的攻击 直接忽视防御砍在西龙身上 江凯大喜 柱子终于做到一击破甲了 这就是喝了胖子的二极酒效果吗 还来醉酒后的柱子出现认知混乱 令他自信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这股盲目的自信 进一步激活他的职业天赋 让他攻击中带上了破甲效果 就像当初的狼王和精英级距离黑猿 破甲不会对其本体造成直接伤害 但却可以对他们的护甲造成破坏 忽然 一旁响起破空声 巨大的尾巴再次朝着柱子拍下 千军一发之际 九节追命一闪而过 狂暴的能量将西龙的尾巴炸杯 同时江凯快速抱起柱子逃离攻击范围 柱子你做到了 接下来就让我给你报仇吧 话音刚落 他一脚踩在地上 猛地高高跃起 手中九把脆火追命爆射而出 所有攻击全部精准落在灵化西龙身上 一连串暴击伤害不断冒出 江凯嘴角露出残忍的弧度 这灵化西龙被破甲之后 再次站起身来 援助 乃天下第一战神 谁敢再次放肆 这个手持长剑 极度疯狂的男人 竟然一击就让五十八级灵化西龙破防 接下来轮到江凯登场 九把脆火追命尽数而出 刹那间剧烈的攻击炸下 炽热的火焰不断触发暴击 他咧嘴一笑 最后一丝血量交给你了柱子 文言柱子仰天长笑 我援助乃天下第一战神 话音刚落 他一脚踩在地上 猛地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冲向西龙 剑气宛如裂风 每次挥剑必有哀嚎声响起 然而他的脑海里都是愤怒都是杀 就算只剩一丝血量 等级上的差距让他依然打得吃力 暖暖眉头紧促 柱子他没问题吧 不用担心 灵化西龙已经破甲 而且受到重创 柱子不会有事的 片刻之后 随着最后一剑深深插入西龙体内 西龙的血条彻底被清空 轰得一声巨响 如小山般的身体重重倒下 仪式弹出 恭喜宁击杀58级变异战将及西龙 获得尸体一份 获得西龙宝藏 探险者援助 职业赌徒 等级15 柱子冷哼一声 竟敢在我面前放肆 我早说了 我援助乃天下第一战神 下一秒 他的身体开始摇晃随后倒下 众人哈哈大笑 看来他真的醉得不轻啊 忽然三人陷入沉默 好像有什么事情忘记了 但总想不起来 忽然姜凯脸色巨变 是胖子 胖子呢 寻声望去 只见胖子抱着 灵化西龙的尸体卡嚎啕大哭 我此生最爱的老婆啊 都是你们 我把你们当家人 你们却一而再再而三 断我音约 千军一发之际 一股未知的气体 冲进胖子鼻腔 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地不起 暖暖看向江凯 胖子现在以为自己的西龙 我怕他会对我们动手 我才用了点自制的药水 让他好好睡一下 二人同时看着暖暖竖起五指 干得漂亮 夜晚 铁甲西龙领定不处 暖暖到现在 还不敢想象今天的经历 好在关键时刻 柱子对灵化西龙造成破甲 你说接下来 他还会进一步激活出 职业天赋的更多效果吗 江凯点点头 多亏胖子的二级酒 其实这小子一直不弱 最缺的其实是自信 而今天的自信 是因为喝醉后 认知混乱 才勇气爆发激活破甲效果 后续可能还需要更多磨练 总之希望他可以早日 建立起真正的自信吧 一日清晨 柱子了解完来龙去脉 兴奋不已 然而胖子就不一样 没想到自己居然会 向灵化西龙求爱 加上小神棍的各种神刀 胖子隔夜菜兔个没完 就在这时 一个巨大的宝箱 摆放在众人眼前 现代人齐了 就是开启宝箱的时候 小神棍拍了拍江凯的肩膀 这个是西游宝箱 我刚刚算了一挂 今天你的手气不行 让暖暖开吧 你看他红光满面 运势要比你好多了 江凯这才想起来 自己的队伍里有一个神算子 慢慢你放心开 反正能遇见灵化西龙 怎么算都是赚的 随着咔嚓一声 顿时耀眼的金光亮起 看着箱子里的东西 所有人都惊讶得合不拢嘴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暖暖 他连忙打开腕表查看 各级灵矿精华 可为武器装备增加灵化膜 提升防御 估价50万圣药币 用药能源 和土17千克 用于城市建设 估价10万圣药币 精血结晶48克 用于重要的装备 制作优化和提升 估价30万圣药币 天字之谷三块 提升天赋等级的重要药益 估价21万圣药币 固然暖暖瞪大眼睛 还有变异精血结晶 制作属性蜜药的材料之一 估价600万圣药币 江凯忍不住开口询问 这东西一克就要100万 还只是材料之一啊 那当初自己吃下的鱼人族蜜药 岂不是一口气吃了好几个小目标 蜜药增加的是本体属性 材料都十分稀有 整个圣药一年 当初居然一口气吃掉一套静心壶别椅 而且吃得太急 都没有尝出味道 又是一阵欢呼声响起 是圣洁之水 一升20级的转值材料之一 而且一次转值只需要5毫升 这里居然有15毫升之多 这玩意5毫升就值100万圣药币 所以这一瓶就是300万 柱子兴奋地握紧拳头 还真的出了一升转值材料 而且还是一下子出现三分 无愧是便衣战将级 一般的战将级宝藏总收益 在800万圣药币左右 咱们这个箱子的价值都超过1000万 你们大伙看看咱们队长的样子 之前的精英宝箱 再加上这个灵化西龙 获得的战利品已经突破1500万圣药币了 从那天之后 火神小队平均每天都可以端掉一个西龙巢穴 有时候甚至一天内推平两个战将级西龙巢穴 随着战斗次数增多 援助的破甲攻击配合江凯的高暴击追命 击杀起怪物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费2级酒 时间后 火神小队几乎将能遇到的战将级巢穴全部扫荡一遍 柱子和胖子都升到20级 辅助的暖暖也提升到12级 大战之后 他们就地取材烹饪食物 每个人脸上都不自觉扬起笑容 队长 接下来去哪里 西龙领地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战将级了 没等江凯回话 暖暖的腕表疯狂响起 几人同时转头看去 出什么事情了 怎么脸色那么难看 暖暖咽了口红 刚收到消息 辽燕岭那边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小型工会 在历练时遇到变异统领级堕落狮亡 导致他们措手不及 现在已经团闭